东皇 元出圣地 你们听说了吗 这次收徒的七长老可是个 太美人了 什么 真的吗 那我可得使出十二分的力气来表现自己了 传闻七长老已经几十年不收徒弟了 不知道为什么 今天突然破天荒的宣布要收徒 反正这次 我打算靠我帅气的外貌 征服七长老 你们就放弃吧 你还是先把你熬夜熬涂的头发 找回来再说吧 就是 你们这是羡慕我的光明顶 秀 这么热闹 带我一个呗 我叫江鱼儿 有个挨揍这么升级的系统 现在 我已经被人揍了九十九万九千次 只要再来一千次 我的乾隆体制 就能成功接活了 我得想个办法 拼起这群人的粪 让他们都来 所以我们还是直发去吧 哎呦 这不是江鱼儿吗 前几天把你肋骨都倒舍了 我还以为你早死了呢 没想到 你现在居然跟没事人一样 你来这里做什么 该不会也想要拜入七长老的门下吧 林语 这个臭丫头 站着他那几条田狗 三天两头带人来斩茶揍我 上次要不是因为有心错 我这又被狗活活打死了 竟然又遇到了 我终于可以不用再忍了 哎 小子 没听到林语师姐在问你话吗 你难道也想拜入七长老门下 没错 我就是来参加七长老弟子选拔的 你们想怎样 激怒这群家伙 让他们打我一千拳 我的乾隆体制就可以救我了 小子 实话告诉你 这次七长老选途 我们林语师姐势在必得 没错 放眼外门 也只有林语师姐要容貌又容貌 要身材又身材 最适合做七长老的徒弟 不想挨揍就赶紧滚 不要在这里挨我们林语师姐的眼 笑话 七长老选途选的是天分 又不是选美 身材好有个屁用 只要凭身材来选的话 我看 去山下那家御山楼随便选 大爷 都为林语 来嘛大爷 你 你这个混蛋 竟然敢对林语师姐不敬 不肯饶手 一山楼 那是什么 那些林语师姐 这小子在侮辱你 玉山楼师 是青楼 什么 江湖儿 你竟然敢拿我和那种女人比 饶不了你 你 你要干什么 我可警告你 你 你千万别过来 否则 我就要 否则你就要怎么样啊 否则我就要 走死 都说了不要过了 这小子疯了 竟然敢打了林语师姐 哥几个 别愣着了 表现的时候到了 小子 看来几天不打你 你皮子又紧了 竟然将我们的女神打成凤姐 饶不了你 为了爱情 成何我意 去死吧 一群没见识的垃圾 等我乾隆体质爆发出来 所有人都得抢着受我为徒 那还能得到你们 继续继续 还差五百钱了 让暴风雨 来得更猛烈些吧 那个被打的人 是谁 七长老 那人是外门杂役弟子江鱼儿 在外面 是出了名的废物 废物吗 三百年了 我的天才徒弟们 一个一个陨落 这次 我便收一个废物的地板 唉 为了不再有无辜的死伤 七长老已经三十年没有收徒了 这次被逼收徒 也不知是福是火呀 打死这个废物 为你与世界报仇 这种垃圾居 居然也有脸来参加选拔 都住手吧 收徒的结果已经出来了 我们还没见到七长老呢 收徒结果怎可能出来啊 你这小女娃 不要乱说话 女娃子 你长得好可爱啊 叔叔请你吃棒棒糖好不好 小子 你被选中了 我 被选中了 马萨卡 开什么玩笑 七长老名阵胜誉战场 以她的身份和地位 怎么可能会选择 姜鱼儿这种废物当徒弟 这女娃子哪里来的 怎么胡言乱语 女娃子 你再这样胡说 叔叔可就不疼你了 女娃子 你是诚心来恶心我们的吧 七长老就算是个傻子 也不会受焦鱼儿为徒 你再在这里胡言乱语 别怪我不 滚 叽叽歪歪的烦死 你 你这臭丫头 竟然敢打我 都给我听好了 谁先把这个女娃子的腿打断 明晚我就和谁约会 约会 约会 等了这么久 机会终于来了 我倒不是对林雨师姐有什么非分之假 主要是熊孩子这种东西越早叫越好 这都是你自找的 小罗咪 可别怪叔叔们下手狠啊 等等 想动插 先过我这一关 喂 小子 我说过需要你保护了吗 不管怎么说 你都是因为帮我才陷入如此经历的 更何况我批号 不怕打 你快走 只要再被打一顿 我的乾隆品质就绝醒了 我怎能放过这大好机会 小鱼儿 英雄是吧 既然你想要英雄救美 那我们就称赛你 来吧 请放肆大 殴打我吧 这小子虽然是个费缠 但心眼倒是不坏 对我会扣 兄弟们上 我的图案 也是你们能碰的 怎么还没揍我 怎么回事 怎么全被打倒了 难道 难道 是他 这女娃姐太暴力了 何人在此闹事 是寻防卫队的人 太好了 这些人来得正是谁 寻防大人 你可要为我们做主啊 就是那个小丫头 在这里闹事 这小丫头 这小丫头不仅假传七长老之令 而且还不问青红皂白 对我们动手 是她 小丫头 你今天就等着完蛋吧 卑职参见七长老 什么 那你 那你 他就是七长老 你们都愣着干什么 还不赶紧跪下 参见七长老 弟子见过七长老 弟子永远不是泰山 请七长老责罚 这 这怎么可能 他 他明明就是一个小丫头骗子 怎么会是七长老 放肆 你就是我的徒儿了 什么 随我走吧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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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七长老 虽然有只罗莉 不是 师父 保护我挺好 但对我来说 好像没什么必要 罗莉虽好 但不能贪杯 我已经有系统了 只要挨打就能变强 根本不需要师父啊 既然如此 那就随你 谢谢七长老 也好 免得又像一个无辜之人牵扯进来 走好不送 这小子居然拒绝了七长老 这江鱼儿难道不仅仅是废物啊 脑子也嗅逗了 听说七长老打人出了名的狠啊 这小子知道自己是废物 还被打废 不敢拜 大人出了名的狠 以七长老的实力 打我一拳 可以足足盯普通人一百拳啊 若是成为他的弟子 每天没事给他找点麻烦 挨上起巴掌 那且不是 师父 等等我 师父先别走 关于收毒这个事 我觉得可以再商量一下 你不是不同意吗 刚刚你也听见了 我对徒弟要求很严格 打人可是非常狠 哎呀 这不是巧了吗 我向来对自己高标准言要求 我们师徒二人 简直是天作俱合 天生绝佩绝带双胶 巨石无双 哎呀 师父您对我真是恩仲如山 你一定浮入东海 你一定对我不离不计 这不是巧了吗 这不是巧了吗 好像挺有意思 既然如此 那我走吧 Oh my god 我竟然在门 这 这也太扯了 江鱼儿就这么简单的 搬入七长老门下了 江鱼儿这是走了什么狗吃鱼 他这种垃圾肺 怎么会被七长老看上 我无论是天法还是长相 都要比江鱼儿强一万倍啊 七长老怎么会看上他啊 江鱼儿 今天的耻辱 我一定会连本带利地收回来的 你 给我等着 性格体质禁欲 都符合要求 选他 小姑娘 你想不想进入内门啊 你 你是谁 我是能将你送入内门的人 而且 还可以助你杀掉江鱼儿 为你报仇 你 为什么要帮我 自然 是敢跟你做交易 什么 你要我杀七 很快 内门就会有人来接你 切记我们的约定 不要和任何人竖起 否则 会死啊 我淋雨 可不是任您柔弥的人 事情就是这样 圣主 七长老三十年不收徒 这次被您强令收徒 我 却故意收了一个废物 这分明是在与您打擂台 来 知道了 啊 传圣主令 剥夺许悦三个月用药全献 奴婢领命 妹妹 妹 不要怪姐姐狠心 毕竟 只有你的徒弟 才能打开那处秘境啊 我们到了 哎呀 内宗长老猪的地方 果然奢华呀 比我在砸一处猪的茅草 我可强太多了 哎 妈呀 大小姐 你可算回来了 这是江鱼啊 他以后就是博山秘境的公子 你和他讲讲规矩 哈喽啊 哎呀 小姐 先别管他了 此后圣主那个官养云来了 说是 要跟你传达什么圣主令 七长老 圣主有令 取消你三个月的用药权 知道了 看来 你们终于受够了 也好 因为 我也受够了 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 难道许月听到断药的消息 不应该很激动愤怒吗 小丫头 你给我整事呢是吧 暗门大小姐可是因为宗门受的伤 这三十年造了多大的罪呀 你们现在还要把药停了 原来七长老身受重伤了呀 难怪外面传闻他三十年不舒服 断药之事也怨不得圣主 要怪 只能怪七长老 收了一个废物徒弟 那你 是因为我 身上一点灵气都没有 果然是个废物 哎哟哼 这家伙是来挑衅的呀 他让他打我几下 我的乾隆体制 应该就可以觉醒了吧 你给我站住 哼 你既然觉得我是废物 那你敢和我打一场吗 你这个废物竟然还敢挑战我 你莫不是以为成了七长老的徒弟 就无人敢惹了 这小子 他竟然想要为我出头 哎 骨子 面前这娘们是圣主的侍女 必为非同一般 你招惹了她 七长老也帮不了你呀 你不用阻拦我 这家伙侮辱我也就算了 竟然还敢侮辱师尊 绝不能忍 俗话说一日师尊 不对一日为师终生为师 我身为弟子必须捍卫师尊的尊严 哪怕是死 这小子真的挺好的 这一波不但能激活乾隆体制 还能让七长老欠我个人情 这买买我可不亏 你一个废物 还想给别人捍卫尊严 你配吗 我配不配你试试就知道了 来来来 别说我欺负女人 我让你先出招 既然你想死 那我就成全你 换独子了呀 小姐 这 无妨 鱼儿实力一般嘴上又不饶人 吃点亏对她没坏处 练弃衣服的修为 配挑战我 看在七长老的面子上 今天留你一命 再有下次 怪兔 这次还没完呢 怎么就说到下次了 天龙体质已激活 你刚才爽了一下 接下来 该我爽了吧 江鱼儿 怎么感觉有点不一样了 居然还能站起来 继续躺着 该躺下的是你 啊 什么 被我一个练器一层的废物打败 爽吗 我 我已经是练器巅峰 你 你 怎么 可能 没想到刚拜师 我便激活了乾隆体质 这师父拜的可太值了 赶紧看看我目前的实力水平 能力 练器尽无敌 乾隆体质熟练度 百分之一 这乾隆体质也太厉害了 竟然能让我再练器其无敌 听说宗门最优秀的弟子牧尘刚 也不过才练器巅峰 那岂不是说 在整个圆出圣地的弟子中 我已经无敌了 我太难了 埋了那么多打 总算得到回报了 我好强 我太棒了 我太难了 我好惨啊 这小子是犯病了吗 怎么一会儿想一会儿哭的 江鱼儿 师父 你看我一招就把官养 现在好像有点不对劲啊 江鱼儿 你竟然隐藏了实力 这个师父 你听我解释 我其实 我其实是刚刚突破的 还敢骗我 天龙体质熟练度 百分之三十八 天地图 你知道不知道我为何要收你 就因为你是一个废物啊 天龙体质熟练度 百分之三十八 想到你竟然不是废物 反而是个天才 那是亲马是爱 古子 你可别怪小姐 阿美家小姐是怕你死才这么激动的 师父 你差不多 解释了吧 你的叔叔太狂暴了 我身体 有点顶不住了 能不能让我还我 再继续 我最恨你别骗我呢 你竟然不是废物 又 把你变成废物 江鱼儿 快信师父 别来针对啊 天龙体质熟练度 百分之九十九 天龙体质熟练度 百分之一百 啊 怎么回事 江鱼儿身上冒出的这股能量 啊 小姐 我 我 竟然恢复了 竟然恢复了 小姐 你 你你你你你你你竟然恢复真身啊 这咋回事啊 刚刚是江鱼儿周身的能量 引动了我体内一股莫名的能量 难道我恢复真身 是因为江鱼啊 唉 哇 师父 长大了 而且 还是白色的 什么白 你去死了 说 你看到了什么 师父 我 我 我 真的什么 都没看到 亮你也什么都没看到 嘿嘿嘿 这师父 我 绝对是个女魔头 这大王 她的命令你那般人还狠 老歪 把库存那些药材都拿给她用 我要她明天生龙虎虎的出现在我面前 什么 要度有库存药材 小姐 宗妹已经对你断药了 若是把仅存的药给公子 你自己怎么办呢 这件事听我的 江鱼儿那股能量 可以让我恢复真身 如果我能搞清楚原因 说不定 以后我就再也不消用药了 师父 我收下的药都给我用 她果然 还是爱我的 我也爱白色 不是 我也爱师父 什么 圣主剥夺七长老三个月的用药权限 而且七长老 还把圣主的侍女观养云打伤了 是的 三十年来 七妹的伤势就靠宗门的仙药掉着 若是停用三个月 七妹恐怕 继云 快随我前往博山秘境 我要去见七妹 是 有意思 三十年了 许悦 你仗着为宗门令下的功劳 做事肆无忌惮 竟然连圣主的侍女都敢打 我倒是很想去看看她 许悦三十年前受伤 功力大减 身形更是变成了小孩子模样 我还真想看看 一旦没有宗门提供的仙药 她会不会变成婴儿呢 刚啊 帮为师穿鞋 我要去博山秘境看看 尽命 你个大嫂 困呐 这乾隆体质就是好啊 昨日将师父给的仙药都吸收后 我的伤势竟然全都恢复了 不过 话说我的乾隆体质熟练度 已经到了百分之一百 接下来该怎么突破呢 难道 难道 还是要继续挨打吗 哇 又来一位仙女姐姐 这原初圣地的美女还真多呀 二姐 你怎么来了 七妹 你 你恢复了 只是暂时的 原来 只是暂时的 那你赶紧把这些丹药吃了吧 我听说圣主给你断药了 紧急给你准备了一些丹药 这是 师姐你紧急炼制的丹药 对啊 生怕耽误了你的伤势 那个 我看就不用了吧 二姑娘出了名的八大哈 虽然炼丹利益 但只是出血了 上次我吃了一枚猪炎丹 差点直接把我送走 想当年 我也是风花正宝的角色为难此一枚啊 七妹 你是嫌弃二姐的丹药吗 这可是二姐很用心炼制的 二姐你想多了 我不是嫌弃你的丹药 只是 只是 两位都是极品呢 各有千秋啊 有了 江鱼儿 你过来 来嘞师父 是翻山还是月灵 尽管说 鱼儿一不容此 昨天为师对你出手有些重 让你受了伤 你把这些丹药吃了 啊 师父对鱼儿太好了 师父 我爱你一生一世 七妹 这是为你准备的 既然我又收了图 有什么好东西 自然是先给徒弟用 还不快点吃 一磕都不许剩 师父 既然如此 那我就不客气了 啊 公子 你怎么吃怕是要凉啊 嗯 我上次的哪是丹药 明明是师尊 天我的爱啊 怎么样怎么样 我炼制的丹药好吃吧 嗯 这丹药 系统警告 不 不对系 你 你这样 好想 好想有 有 有 有毒 不可能啊 我炼的药在整个圣地都有口戒杯 怎么可能会有毒 喂 你们都服用过我的丹药 你们说说 我炼制的丹药有毒吗 嗯 嗯 没有没有 没有没有 看到没 大家都说没毒 你小子怎能凭空我清白 我 我在哪里凭空 你 没看到我都要中毒死了吗 这 你说的好像也有道理哦 可是我的丹药是不可能会出问题的呀 你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症状呢 难道是你修为太低 药吃多了 导致没办法充分消化药效 喂 你先试验研究了 先救我呀 哇 是不是白色 二长老是绿色的 可惜 漏得太少了 太少 对对对 我知道了 不是吃的太多 而是吃的太少了 七妹说你昨天受了重伤 重症就像猛药 所以 你只要再吃一些我的药就好了 蛤 什么 还要吃 没错 一定是吃少了 要多吃一些 来来来 你这条小鱼 真是走了大运了 寻常人可没有这么好的待遇 能吃我这么多宝贵的丹药 不要 这 我受不住 我 石子文 救 救我呀 你再不出手 就要 失去你的宝贝徒儿了 小姐 不救下公子吗 二姑娘这么给公子吃胆药 公子会出事的吧 自从经历了当年的事之后 二姐做事便一直都是马达哈 但她心中 其实一直守着底线 那些丹药虽然副作用很大 但却没有生命危险 小姐和二姑娘 都是苦命人呐 师子文 还就这样消失了吗 没想到 我叫鱼儿再遇见赤杀三年 没有被人打死 却又被人堵死了 田龙体质熟练度 达到百分之一百 开始激活田龙能量 应付用不合格丹药 获得三十八点田龙能量 当前田龙能量为三十八点 系统竟然开启了新功能 刚刚弄丹药 带着身体的痛快消失了 因此二小王这丹药 竟然能让气体突破 又哪是毒药 不明是仙药啊 快张大嘴 让我塞进去 塞进去你就感觉好了 二长老 等等 行了 你就这么嫌弃我的丹药 没错 我确实嫌弃 但我嫌弃的是 丹药太少了 二长老 我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丹药 你一定要再给我一点 什么情况 公司竟然主动找二长老要丹药吃 他该不会 对 吃药吃傻了吧 我这徒儿的行尸风格还真是处为一样 有意思 终于 终于有人体会到我担药的魅力了 小鱼儿 这远处设定 还是你最有眼光啊 走走走 我那里有好多库存 你想吃多少就吃多少 我保证把你喂饱 真的假的呀 二长老 二长老 我需求量很大的 你可要 啊 啊 啊 这是 啊 太棒了 又来一个美女啊 圣主 原来她就是圣主啊 圣主来做什么 啊 呃 那秘境已经吞噬了我无数徒儿戏 我不想再有无辜之人牵扯其中 你又为何非要执迷于此呢 还敢顶住 玉姐师父竟然变回罗里师父了 圣主 老七才恢复本身 还望手下留情啊 圣主 还望你念在同门之义的范上 饶过小姐吧 喂 我说这位大姐 你怎么问都不问上来就动手 明明是你那个侍女仙出言不逊 才被我打伤的 就算要动手 大不了你冲着我来嘛 干嘛为难我师父 少爷好勇啊 竟敢这么跟圣主说话 而且还喊圣主大姐 这不是找死吗 滚 滚 本宫的侍女 岂是你一个恋气一宠的废物能打伤的 竟然敢喊我大气 找死 许悦 本宫再给你一次机会 立刻从新进的外门弟子中 择一天才 信心教导阵法 不 不可能 圣主 我意已决 即便身死 我也决不会再让任何无辜之人牵涉其中 你以为你这样固扬 你以为你这样固执 就不会有无辜之人惨死了吗 他就是你受的废物徒弟吧 独发 高手 金丹静 强者暴击 乾隆能量增加一百点 圣主 你要做什么 你不想让无辜之人惨死 那我偏偏要将这无辜之人牵扯进来 系统提示 危险 危险 次次攻击威力 超出身体承受极限 啥玩意儿 管兔子来要凉啊 住手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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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怎么样了 嘉语 走 好好 活着 什么 来到一景分明 从来没有人在乎过我的心 虽然我知道 是不是我为徒也有他的目的 但刚刚 我的确真切感受到了 他 在乎我的生死 他是唯一一个在乎我生死的人 有这样的人在 你怎么舍得走呢 我不但不走 我还要 让他知道我值得他的在乎 圣主大人 我刚刚并没有说大话 关养你 的确是我打败的 恐怕 他觉得败在一个炼七一虫的废物手里没面子 所以才没和你说实话 让你误以为是我师父出手的吧 你一个炼七一虫的废物 怎么可能 虽然我不在意别人喊我废物 但我在意我师父 我不想别人因为我 而误会我师父 所以 摊牌了 我要告诉你们所有人 我不是废物 我师父 收了一个天才徒弟 江鱼二 不许说 师父 你先休息一下 接下来的事 小姐 交给我吧 圣主大人 博山秘境弟子江鱼二 自认天赋还可以 甘愿接受任何测试 看着小家伙的气度 的确不像废物 难道我真的误会七妹了 那就让我来亲手试一试 圣主且慢 四妹 你这是 圣主 只是誓言这小子天赋而已 可必劳烦圣主 亲自出手 不如让我徒儿进秋水 去试试她的深浅 秋水也是炼气精 同辈切磋 才最能看出一个人的天赋嘛 你说的倒是有些道理 那便让你的徒儿去吧 秋水 你去指点指点你的师弟 记住 出手 要小心哦 弟子明白 师父放心吧 管你是不是天才 只要我是许悦的土地 我便绝不会让你活下去 不 不好 凡子一直对我不怀好意 让自己的徒儿出手 江鱼儿恐怕有性命之威 小姐 你的伤势 妹妹不用担心 这江鱼儿挺有意思 我不会让她有事的 我的好师弟 别说姐姐不照顾你 想要比是什么 你来选吧 那感情好啊 那我们就随便打几下吧 这连出圣地的美女还真不少 又漂亮又友善 我有机会 一定要多出去走走 开阔一下自己的眼界 既然如此 那我就不客气了 过去 你搞偷袭 不好 这是净秋水的惊雷飘 一出手就是杀招 还搞偷袭 我仍没安好心 不行 我要去救她 妹妹别急 江鱼儿好像还有余力 切磋而已 师姐居然想要废我 我丹田 刀剑无眼呢 师弟 既然接受了挑战 那就要做好受伤 甚至是死的准备 这人能躲过我的金鲤镖 这小子 倒是有几个实力 这样啊 既然如此 那么 师姐若是被我一不小心打死了 心肝也不会有人怪我吧 打死我 我的好师弟 你当着圣主和诸位长老的面 说这么大的笑话 真的好吗 是不是笑话 你马上就知道了 不知心 我 就成 不要 不好 那是藩子的成名绝招 小爷 快躲开 快得去救江鱼儿 二姐 我徒弟奉圣主令 和江鱼儿切磋 你插手 不太好了 该死了 你 小 小 小鱼 七妹 反正你的徒儿 总归是要去送死 早点死 还能免去你培育她的辛劳 这可是好事 你又何必这么悲伤呢 哎呀呀 不好意思 七师叔 我刚刚心急没受住力 您这新收的徒弟 怕是要死 你个大头鬼 你没事 这 这怎么可能 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去死吧 金秋水竟然输给了这个废物 这江鱼儿明明只有练器衣宠的修为 方才却发挥出了堪比练器巅峰的实力 难道我这次看走眼了 他真的是个天才 小姐 公子赢了 他是为我赢的 但也因此 他又被我牵扯到那件事中了 不 公子怎么一直不动 难道刚刚那一剂 把他耗干了 嘿嘿 我要给我保持一话 将我这帅气的瞬间 永远变革在他们心中 哎 差不多了 没想到耍酷也挺累啊 快动了 原来他没事 你竟然能够将我打伤 师姐先别这么快下结论 光打伤你可不够 什么 你 你难道还想杀了我不成 师姐 你把我当什么人了 我怎么可能做出残杀同门这么不要脸的事 我将鱼儿做人做事 向来恩怨分明 你刚刚既然想废我丹田 那我便以牙还牙好了 什么 你要废了我 你敢 我可是 我确实敢 师父就 够了 师父 你这小畜生 求是好心指点你 你竟敢下次中手 我真的有些好奇 你的脸皮是怎么长的 竟然能面不改色地将废我修为 说成好心指点 圣主大人 你不管管吗 说实话 弟子很为宗门的未来担忧啊 有这种人在 早晚会将我们宗门的脸都丢光的 大胆 竟敢以下犯伤被本长老胡敬 今天我便带你师父教训教训你 他身子没开口 先杀掉他 住手 小鱼儿快躲开 危险 危险 此次同心为意 超出身体承受极限 耗费十点前龙能量 可躲过这一招 是否启用 原来 前龙能量是这么用吗 给我启用 这小出身竟然能躲过我的子人 可惜了 神灰长老 此刻不好再出手了 你们不愧是师父啊 出手就要我的命 真当我将鱼儿没脾气吗 我今天把话撂这儿 进秋水的丹田 我费定了 谁都保不住 还敢放手 小出身 没想到你有主动 与我出手的机会 那就得了吧 剩余的前龙能量 全部用掉 能量剩余 128点 能量剩余 99点 能量剩余 66点 能量剩余 38点 能量剩余 0点 什么 我说过 进秋水的丹田 我费定了 谁都保不住 小出身 你敢 不 唉 舒服了 这前龙能量了不得啊 连长老这个级别高手的攻击 都能让我清新躲过去 简直太霸道了 小女儿 你竟然敢在我眼皮子底下残骸同门 危险 危险 次次攻击威力 超出身体承受极限 小女儿竟然要躲破我攻击的使命 确实能让她活下来 我认为她一定会成为我的绊脚石 我去 我的这个女人呢 我现在没有精度能量可以用了 我们不去了 这下玩大了 要玩了呀 分子 你给我住手 不用去 她死不了 怎么会死不了 分子动了杀招啊 因为 她已经证明了她的实力 会有人救她 到此为止吧 圣主还是出手了 圣主 救了我 传我圣主令 封江鱼儿为初阶弟子大师兄 享受二阶弟子待遇 有资格进入容颜秘境 从今日起 恢复对许悦的药材供应 什么 圣主 这江鱼儿残骸同门 你非但不惩处 竟然还 老四 我 我 你真当我不知道你的心思 我 跟圣主另行事吧 可我 今天还是让江鱼儿玩好无损地活下来的 又能忘不了几天的 等着瞧 这四长老脸色怎么这么差啊 难道被圣主打成内伤了吗 初阶弟子大师兄 想二阶弟子待遇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爬楼梯嘛 还一阶一阶的 小鱼儿 这你就不懂了吧 初阶弟子指的是刚入门不久的弟子 二阶弟子是上过圣域战场的弟子 他们都突破了练气期 已经开始筑机了 二阶弟子每个月都可以领取筑机单 享受到的修炼资源是初阶弟子的数倍 原来是这样啊 你能够在练气期 就得到二阶弟子资源 是解到大便宜了 恭喜你小子 二阶弟子的资源都这么丰富了 那三阶弟子还了得 我要当三阶弟子 你还想当三阶弟子 师父 没错 突然要当上三阶弟子 为师父争光 师父也不用太过表扬弟子 毕竟 确实弟子 我能给你知识 师父 师父 你怎么又是这副表情 弟子有些怕 不许到三阶弟子 加十 我不知道 所有的三阶弟子都已经 加十 还让你走 你为什么不走 为什么 非要显示自己的实力 我的脸 你是不知道 小姐之间守的徒弟 都是因为成为了三阶弟子 才死的 师父 你刚受伤了 剧烈运动对身体不好 别打了 行吗 师父 您的水晶鞋 我 你 也是 我为什么要拿他出气呢 他明明是为我才出头的 哎哟 看来 我来的不是时候呢 鸡妹这是拿自己的徒弟撒气吗 啊 六长老 他怎么来了 又来一个美女 这人出生地真是人间千堂啊 收亚 我的好七妹 你怎么越来越没礼貌了 见到我 竟然连一声六姐都不叫了 怎么 难道是因为被圣主断了药 心情不好 你是来看我笑话的 我哪里敢看七妹你的笑话 毕竟 七妹每次陷入绝境 都能够逆风翻盘 我这次来是好奇 七妹这回 还能不能翻身 哎 又是一个来找事的 我这师父 人缘这么差吗 我能不能翻身跟你没关系 就不劳你费心了 瞧七妹你说的 我怎么能不费心 你的情况 没有人比我更清楚 三天没有药 你恐怕就会死无纵身之地了吧 六姐 可是很心疼你的呢 这位六长老 不知道刚才的圣主力 可忽然冒出一个大胆的想法 周雅 实话告诉你 我已经 等等 师父 你伤还没好 要少说话 我来帮你招待六长老 江宇儿见过六长老 这小子又要干什么 你就是许悦刚收的废物徒弟 招待我就免了 我看你还是好好想想 等你师父三天后死了 谁来保你的小命吧 六长老 你好像认为我师父死定了 那你敢不敢和我打个赌 打赌 教赌圣主会马上恢复我师父的用药权 并且将我身为初阶弟子大师兄 享受二阶弟子待遇 如何 江宇儿原来打的是这个主意啊 这条小鱼儿还真是个机灵鬼 你这小废物有点意思啊 不仅妄想让圣主恢复你师父的用药权 竟然还想要当初阶弟子大师兄 你还真是天真的有些可爱呢 做人没梦想和咸鱼有什么区别 不仅妄 你敢不敢和我打这个赌呢 好啊 赌什么呢 我都听你的 这女人 不简单啊 我都想把我的意大利炮拉过来了 开炮 我若是赢了 你要发出天道誓言 帮我办一件事 这就受不了了 看来还是个小雏鸟 我若输了 这博山秘境就送给你了 这小子竟然敢用博山秘境跟我躲 难不成他真有什么把握 小可爱 这博山秘境的归属 是你一个小小弟子 能做得了主的 师父 能不能让我用这博山秘境堵着娃娃 搏一搏单车变摩托啊 你懂的师父 我不能把你的表情收理一天 我可以拿博山秘境让你去躲 但如果你躲输了 我非扒了你一层皮不可 啊 师父 你不是知道这是稳赢的局吗 扒层皮太残忍了吧 哼 虽然师父又变成了萝莉 但书姐现在还是好可怕呀 翻不去就是嫉妒我 这周雅三番两次被我下死手 既然将鱼儿想坑他 那我也乐尽其成 给他点教训 哼 看许悦的表情 他也没有把握 既然如此 好 这赌注我接了 我周雅对天发誓 若是我输了 便答应为江鱼儿办一件事 如果我输了 将这博山秘境送给周雅长老 天道誓言 已经发完 告诉我 圣主什么时候会恢复许悦的用药权 又何时会将你身为初阶弟子大师兄 那当然就是 现在啦 圣主令在此 如假包换假一赔十 什么 这怎么可能 你竟然真的拿到了圣主令 记住了 你要为我办一件事 原来你早就拿到了圣主令 你骗我和你打赌 你这个混蛋 这也冤不得我 谁让你脑子都涨到胸上去了 我师父敢拿博山秘境做赌注 那肯定是有必胜的把握啊 你 师父稍安 这江鱼儿有嘴滑舌 说不定用了什么手段 匡骗圣主 只要我出手将其废掉 事情便有转机 嗯 幸好刚那儿你在 不然 鬼师都要被气坏身子了 喂 说什么悄悄话呢 该不会是想着怎么赖账吧 师弟 既然你听到了 那我也就不藏着掖掌 我牧尘刚 身为初阶弟子最强者 很怀疑你有没有资格 成为大师兄 所以 我要代表所有初阶弟子 考验一下师弟你的能力 废话太多了 什么 刚刚我说凶职后 实力脱飞冷静 已经半只脚 迈入住几近了 实力觉得是练起七五底 怎么可能会 会被这个传闻中的 废物弟子一拳击败 没看到圣主令 已经封我为初阶弟子大师兄了吗 还一直师弟师弟的叫个没完 现在的年轻人 真是太没礼貌了 怎么可能 你 你竟然一拳就能把我打成重伤 不不不 你误会了 我其实 可以一拳就把你打死他 什么 但谁让我是大师兄呢 不能对师弟太残忍 这次只是对你稍加惩计 让你明白 目无尊长的后果 再有下次 够了 我的弟子不需要你教训 陈刚 我们走 这次是我看走眼了 没想到许悦兽的弟子竟然不是废物 这就走了 事情好像没完呢吧 啊 我 陈刚已经被你打伤了 你还想怎么样 瞧六长老这话说的 好像我咄咄逼人一样 我只是想提醒一下六长老 我们是有赌约的 你输了 要为我做件事 江鱼儿 我劝你最好忘了赌约的事 有些后果 你可承受不起 我能不能承受得起 是我自己的事 不过你发过了天道誓言 如果你敢违背 恐怕最先承受不起的 是你自己的 你 我一旦违背天道誓言 定会遭到天道反噬 得不成事 看来 这一次 梦亏只能吃下去了 你想让我做什么 我建议你不要狮子大开口 我只不过是要你 我要你现在跪下 给我师父道歉 什么 跪下 江鱼儿 我不需要这些 周雅虽然为人不怎么样 但毕竟是长老 修炼资源还是有的 你要为自己争取好处 师父 对我来说 我的师父不受委屈 就是最大的好处呀 什么 他 他竟然仅仅为了帮我出气 就放弃了人人可求的机会 江鱼儿 你 师父 你叫心安理得地接受他的道歉吗 咱们宗门某些人 看到师尊您受罚 就幸灾乐祸地过来想看你笑话 我跟某些人一点教训 他们是不会长气心的 痛快 真是太痛快了 自从小姐受伤之后 我们这博山秘境遭了多少人白眼 受了多少人欺负啊 今天公子总算给我们除了一口恶气啊 没错 看来家里还是要有个男人 才能不被人欺负啊 二姑娘说的对 家里必须有个男 二姑娘 你 你这话有点不对呀 我也是男人呢 老男人 也算男人吗 我老外虽然年龄大了些 但也是宝刀未老 天天迎日升旗 少瞧不起人 年龄大了还那样 反而有些恶心 江鱼儿 俗话说 做人留一线 日后好相见 我劝你再斟酌一下自己的要求 否则 抱歉 我并不打算是你 不是 那个 我并不打算和你日后相见 所以 没必要给你留一线 我现在只问你一句 你是贵 还是不贵 不要太过分 师父 想动手 那你试试 看是你的手快 还是天道反噬快 不行 我一旦做到天道反噬 大师兄的打击 就没有办法继续推行吧 江鱼儿 你今天对我所做的一切 记住了 我们 来日方长 喜悦 今天是我不对 向你磕头道歉 我们走 一气呵成的贵姿 六长老绝对很擅长下跪这个姿势 我的眼就是尘 江鱼儿 你这是彻底把周牙得罪了呀 得罪他们怕什么 圣主已经恢复了师父您的用药权 等师父好起来 对付什么四长老六长老 都不在话下吧 若是我能恢复实力 对付他们自然不在话下 只是 放心师父 虽然你现在又恢复了小孩子模样 但我只要再往你体内注入灵力 把你变大不就好了吗 什么注入变大 你 你胡乱说什么呢 我的意思是 师父用不用我帮你 从女孩变成女人 改 改日吧 不说我了 既然 你已经在圣主面前放入了实力 但有些事情我要和你说清楚 啊 什么事 其实 圣主之所以不断强迫我收弟子 是因为我们在圣域战场中 发现了一处秘境 那处秘境 似乎是 一座时空通道大阵 可以穿梭界雨 但那处秘境 却只有住基境 及以下的人能够进入 而整个圆处圣地 只有我等阵法 所以圣地 一直希望我培养弟子 妄图控制那处秘境 这不是好事吗 师父为何不愿做啊 如果我们掌控了时空通道 岂不是想去哪里就去哪里 若是能够通过时空 要传送回地球 导致神龙体质 岂不是可以直接秒杀 至尊狂哨之类的臭居乱虾 到时候 也能跟歪嘴战神什么的玩玩 也不是好灾 没那么简单 在你之前 我一共收了三十七名弟子 个个都是精彩绝艳之辈 结果 他们全部隐蔽在那秘境之中 什么 都 都死了 我不想再有无辜之人惨死 所以 这次我为了应付圣主之命 故意收了你这个别人眼中的废物 岂料 到头来 你竟也是一个天才 难道 这都是天意吗 难怪我之前一抱不出实力 师父就揍我 原来他收回了 避免我去送死啊 我去 被这次壮大了 这个怎么办 我才刚和师父培养起感情 真有日久天长呢 不能这么快就死了呀 七妹 我已成正 既然小鱼儿的实力已经被圣主发现 进入圣域战场是不可避免了 我们还是想办法让小鱼儿尽快提升实力吧 这样才有可能避免悲剧再次发生 对对对 我不想死 我要提升实力 二师叔 你快带我去你的练丹房吧 我对你如鸡色 对你的丹药如鸡色可 哎呀二师叔 这都什么时候了 咱们还是快走吧 好好好 不得不说 你这条小鱼实在太有眼光了 全走门也就只有你能看出我练的丹药好 要如其人 我看到二师叔的第一眼 就知道二师叔的丹药又大又圆又好吃 小姐 你说公司会不会真能成功掌控的时空通道 她这两天 已经让我们看到这么多奇迹了 说不定 能将奇迹上映至最后 我不指望她能成功 我只希望 她能活下来 师父 接下来我一定好好和你双胸 迟早打败那个江鱼儿 仅仅靠我们两个双胸 对你的实力提升太有限了 我已经为你在外门找到了一尊顶炉 供你彩补提升实力 顶炉 是谁 不用着急 等我把它带回来 你就知道了 我相信你会喜欢的 师父 真是谢谢你啊 不过 我最想要的顶炉不是别人 而是你啊 迟早有一天 会把你吃得招都不胜 小鱼儿 快些进来 我已经迫不及待 想让你感受我的宝贝了 二师叔怎么比我还起 我的天啊 竟然有这么多丹药 这些丹药 最长的年份已经有上百年了 都是我舍不得给别人的 谢谢二师叔 那我就不客气了 这丹药不错啊 看上去就好吃 太棒了 这个都臭了 肯定大补啊 多少年了 总稳的人都对我的丹药 避之不及 还是头一次 看到有人为我的丹药 这么兴奋 都是我的了 小鱼儿看上去很难吃 这些丹药恐怕胃不饱它 我要赶紧再训练这一批出来 啊 爽 太爽了 啊 只有小孩才会挑食 我全都要 宿主遭受大量垃圾丹药暴击 以次性获得一千点乾隆能量 啊 哈哈 居然依次性给了我这么多能量 一百点能量就可以让我躲开 长老级别的高手进攻 我说是一次性将一千点能量全部消耗掉 得强成什么样啊 恭喜宿主 首次拥有一千点乾隆能量 解锁新技能 复制 宿主可以消耗乾隆能量 复制任何想复制的东西 啊 居然解锁了一箱技能 可以复制任何我想复制的东西 真的假的 尝试一下看看吧 给我复制这颗丹药 去 啊 竟然真的成功了 竟然真的成功了 宿主消耗 九十九点乾隆能量 成功复制垃圾丹药一枚 不过这也太贵了吧 复制这么一枚丹药就花了我九十九点乾隆能量 啊 等等 那时候我想再复制出一个师父 嘿嘿嘿嘿 是不是得消耗上百万的千龙能量 我得攒到猴年马月去啊 不过 梦想还是要有的 万一实现了呢 今天先把这里的丹药全部吃光 为复制出师父的伟大梦想而努力 冲啊 怎么还是不行 难道 失去了本命灵活 我就真的再也练不出合适的丹药了吗 哼 我就不信了 继续练 我练制的废丹都能让小月那么喜欢 若是能练制出好的丹药 肯定会对他帮助更大的 师尊 啊 番子四长老来了 他来干什么 他说 要收回宗门的丹顶 什么 他 他要收回 他凭什么回收 凭什么 我自然是凭借圣主赐予我的权利来回收丹顶了 分子 我看你分明就是在老秦那里吃了亏 故意来我这里打击报复 我是打击报复又怎样 要怪 就只能怪你站在了许悦那边 许悦当年为了宗门做出了那么大的牺牲 如今遭遇不公 你们这群人不帮忙就算了 反而还要落井下石 那都是他骄游自取 谁让他当初勾引大师兄 大师兄明明是喜欢我的 如果没有许悦 大师兄一定会选我 做你的春秋大梦去吧 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 大师兄瞎了眼才会选你呢 我和大师兄的事 你根本就想象不到 行了 我来不是跟你废话的 乖乖将丹顶交出来吧 丹顶是圣主给我用的 你没全力收回 谁说我没全力 圣主有命 容颜逆境即将开启 我身为主管内务的展望 需要再走丹顶 寻找炼丹师 给宗门弟子提前炼制凌元丹 我 我就是炼丹师 凌元丹我可以炼制 用不着你再找别的炼丹师 我天真的二师姐 你别再自欺欺人了 自从当年那件事之后 你便永远丧失了炼丹的能力 圣主之所以同意 把丹顶借给你使用 不过是照顾你那脆弱的 自尊心而已 你以为你还是当年那个 叱咤圣与战场的炼丹宗师吗 我 还能炼丹 你是还能炼 看你炼出的都是废丹 切手现实吧 你睁开眼看看这四周 除了你这个废物徒弟竟然之外 还有谁会求你炼丹 二师叔 江鱼儿 他怎么在这儿 二师叔 你的丹药已经没了 能不能再帮我炼点 什么 江鱼儿竟然求联合炼丹 小鱼儿 你 你还想吃我的丹药 当然了 二师叔炼制的丹药 精妙绝伦 巧夺天空 让我销魂入骨 流连忘返呢 不知二师叔 能否再炼制一些 弟子还嗷嗷待补呢 可以 当然可以 只要你想吃 师叔一定会保你 你们两个 少在我面前演戏了 诶 居然还有个人 啊 番子长老是你 你来做什么 是因为我打伤了你徒弟 要来报复我 哼 我身为堂堂长老 可不屑于做报复之举 我今天是来报复联合 嗯 不对 我今天是放上处令 收回你二师叔炼丹的丹顶的 要带走炼丹炉 谁想到这项目在你也在 要收拾它 以后有的是机会 今天先收拾联合 小鱼儿 对不起 我 可能没办法再给你炼丹了 啊 竟然是真的 你凭什么收拾丹顶不让二师叔炼丹 二师叔明明是尊门最优秀的炼丹师 他炼的丹药那么好吃 小鱼儿 小鱼儿 还跟我演戏呢 我看你是吃屎吃习惯了吧 整个人出圣地 谁不知道他已经废了 炼出的所有丹药都是废丹 也就是你师父那个冰秧子才会昧着良心哄骗的 说他的丹药好吃 什么 难怪二师叔炼制的丹药 师父他们都不敢吃 难怪二师叔 听到我喜欢吃他的丹药那么开心 原来二师叔 无法再炼制出何哥的丹药了呀 不 我还可以炼出好的丹药 我还可以的 只要给我时间 一定可以的 师父 二师叔那么喜欢炼丹 上天竟然夺走了他的这份喜欢 我光夺走了 还要派一些垃圾 来逼他去接自己的伤疤 我说二姐 不是宗门不给你时间 只是 已经给了你一百多年的时间了 你现在还是炼不出来的 人贵有自知之明 接受现实吧 您已经再也无法炼制出何哥的丹药了 赶紧把丹顶让于有用之人吧 等等 谁说二师叔 没办法再炼制何哥丹药了 哼 整个元出圣地人尽皆知 这还用别人说吗 哦 那不知 你敢不敢和我打个赌 什么赌 如果二师叔炼制出来了 你要答应为我做件事 如果二师叔炼不出 不单丹顶给你 我还会代表我师父和二师叔 向你跪地道歉 你一个小小弟子跪地道歉 你觉得我不稀罕 你师父向我跪下还差不多 想让我下跪 想让我下跪 可以啊 我也加入赌鸡猎势力 七妹 你怎么来了 师父 艾姐 我来看看我这猎徒 有没有在你这里捣乱 雪月怎么也来了 师父 您就这么相信徒儿啊 就不怕徒儿 把您给输了吗 湘宇儿 你输了 我最多是下跪 但你 会死得很惨 师父 我有几斤几两 您还不知道吗 您放心 您的膝盖那么光滑白净 我可舍不得让它 因为给别人下跪变脏 如果你的膝盖要受伤 那也只能是因为我 行了 别平嘴了 赶紧去赌吧 七妹 小鱼儿 不要赌 凡子说得对 我 确实无法练 二师叔 我相信你 你也要相信自己 是最大的 最棒的 相信我 我有办法 小鱼儿 这 好吧 小鱼儿虽然说话 口无遮拦 但从来不做没把握的事 这个藩子 恐怕要和周雅一样 掉进小鱼儿的套里了 来吧 藩子长老 该你接招了 敢不敢赌 哼 没想到你们师徒 两圣赶着要给我下跪 既然如此 那就如你们所愿 赌了 虽然我不知道你们哪来的自信 但联合不能练丹的事 人尽皆知 不管怎样 我都不会输 我很欣赏 藩子长老的自信 那就请发天道誓言吧 我身为堂堂寺长老 你还怕我耍赖不成 不怕直白地告诉你 我就是怕你耍赖 怎么 不敢发天道誓言呢 不敢发 我也能理解 因为我早就知道 有些人虽然贵为长老 但其实胆小如鼠 说不起 你说谁说不起 不就是天道誓言吗 我这就发给你看 我藩子对天发誓 做事输了 便答应江鱼儿一件事 有违此事 愿受天道反誓 哎呀呀 四长老果然是爽快之人哪 我一看你面相 就知道你心胸宽广 胸襟豁达 胸怀弱骨 胸有大志 心胸乃大 少废话 开始吧 我倒看看 整个元初神帝 人尽皆知的废物练丹丝 怎么练出何格的丹药了 四长老别着急 联合长老开路练丹 机会难得 我觉得可以请一些 弟子前来观摩 让他们领略一下 练丹大师的风采 请弟子观摩 好啊 既然你想让联合 在泉宗门面前丢人 我求之不得 赶紧去叫人吧 什么 小月 二姐 不用担心 小月肯定有办法的 你忘了老六是怎么被小月坑的了吗 好 好吧 我听小月的安排 继云师兄 那就劳烦你帮忙去通知一下 就说二长老开炉炼丹 邀请大家观摩 最先到的一百人 赏零元丹一枚 谨遵大师兄令 怎么回事 二长老不是没办法炼丹了吗 怎么会突然宣布当众炼丹 估计是被宗门逼迫的吧 前有宗门逼迫七长老收徒 现在宗门要逼迫二长老炼丹 二长老已经有上百年没有炼制出合格的弹药了 宗门让他当众炼丹 看来是想让他当众出丑吧 姜鱼儿 前来观摩的弟子足有上千人了 笔试应该可以开始了吧 人数差不多了 可以开始了 还请四长老出题 想要联合长老炼制何种丹药 我和联合怎么说也是同门师姐妹 我也不为了他 就炼制一品原破丹吧 只要联合炼制的原破丹 里面运弹的原破能量 与我这枚偏差在半城之内 便算他赢了 我们打得赌 不是说联合长老能不能炼出合格丹药吗 怎么还对丹药品质有要求 当然得有要求 否则你们找一枚现成的丹药作弊怎么办 既然是我出考题 我必须要出得严谨一些 这样对大家都公平 不是吗 这你的原破丹 是我偶然从一处上海秘境都来的 品质惊人 别说联合现在废了 就算当年的他 也未必能炼出品质这么高的原破丹 这下万无一失了 你这分明是故意在为难二十书啊 四长老公 你倒是有点脑子了 还知道防着作弊 防住我 你防得住吗 千副价 复制 相后九十九乾隆能量 复制原破丹一枚 复制成功了 既然你让我出考题 我已经出了 你们如果不敢接 就赶紧认输吧 姜鱼儿 没点把握 我会跟你赌吗 你毛都没长齐了 跟我玩 还弄 谁不敢接了 还原破丹 就按你说的来 小鱼儿 我和你说实话 现在的我 可能连最普通的原破丹 都没办法炼制 更别提班子 这枚原破丹品质极高 我恐怕 师叔 我相信你 你一定可以的 这是 这是一枚原破丹 而且原破能量极高 好了 师叔 开始练丹吧 好 也不知小鱼儿 从哪弄来的这原破丹 我只要借着火焰的遮影 将这原破丹送入药品 这场比试 应该就算赢了 看二长老这炼丹手法 不能炼丹的传闻 怕不是假的吧 传闻不可能是假的 二长老肯定是在虚张声势 想靠花里活上的手法 来掩盖他不能炼丹的事实 没错 等着瞧吧 哈练出来肯定是费难 联合 没想到你还装得挺像那么回事的 不过没用 马上 你就要在这门出圣地 变成过街老鼠了 炸顶了 二长老果然失败了 不出所料啊 二长老这下把脸丢到家了 没想到这么快就出结果了 二姐 你输了 谁说我输了 什么 番子 是你输了 这 这怎么可能 二长老 竟然炼成了 看来二长老不能炼丹的传闻 都是假的呀 是有人造谣抹黑二长老 还是二长老 一直在伴侏吃老虎 不可能 你明明已经废了 怎么还能炼这出圆破丹 事实就在眼前 番子长老 还是赶紧把你那枚圆破丹 拿出来对比一下吧 看看品质是否符合要求 好 我来对比 你们一定是拿现成的圆破丹作弊的 看我这就揭穿你们 这 这 竟然 完全一样 我没感受错吧 这两枚丹药上的圆破波动 一模一样 没有丝毫差异 你没感受错 全是一模一样 天下却不可能有两枚如此相似的圆破丹呢 除非是有高手当场劣质的 二长老不可能作假 二长老也太神了吧 竟然能够如此精准地控制圆破能量 让两枚丹药的品质完全一致 就算是炼丹宗师 恐怕也不一定能达到吧 我竟然输了 难道 这么多年来 联合一直在隐藏实力 好了 班子长老 既然你输了 那就要兑现赌约了 什么 二长老和四长老之间竟然还有赌约 难怪会邀请我们来观摩 这是让我们当见证人啊 这下有好戏看了 不知道他们赌的是什么呀 江鱼二 我劝你最好忘记这件事 子文 很可能会有你承担不起的后果 唉 这个话说的 怎么和六长老一样 一点心意都没有 既然如此 我也重复一下我对六长老说的话吧 我承不承受得起 你不用操心 但 你得先考虑考虑 自己能不能受得起天道誓言的反噬 我 该死 难怪他让我发天道誓言 他早就算计好我了 说吧 你要让我做什么 很简单 你现在给我二师叔跪下 赔礼道歉 什么 你竟然敢让我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给联合这个废物跪下 没关系 我不会勉强的 要是不愿意就算了 只要番子长老 能承受住违背天道誓言的后果 你 我 我 他 二师姐 对不起 请原谣 请原谅我对你的无礼 一百多年了 我别无他求 不就是希望这些人和我说声对不起吗 但真的听到 却突然觉得 为了真正一口气 浪费了百年光阴 毫不值得 我终于想明白了 我终于想明白了 我是为了别人而活的 他们道不道歉 离不理解 对于我想追求的大道没有任何意义 陈唤随风散 我都随缘了 本命灵火 是二长老的本命灵火 传闻在百年之前 二长老的本命灵火 因意外陷入了沉睡 没想到今日 竟然苏醒过来了 什么今日 二长老的本命灵火早就苏醒了 不然刚刚怎么可能练着烛弹药 二姐看破心魔 重新让自己的本命灵火觉醒了 那灵气风发的脸难从事 回来了 难怪人可能练之处于破单 原来他早就恢复了本命灵火 不行 我得赶紧把这件事告诉大师兄 不然我们的大机 就要受影响了 将雨 今日之日 本座记下了 三日后的熔岩秘境典礼 你给本座担张 等啥 你是还想再跪一次吗 等着就等着 怕你不成 小月 二十数 谢谢你 要没有你 我可能一辈子都找不回当初的自己 是你让我体会到了百年间 从未有过的畅快 二十数 你看 二十数 那个 我的帅脸都要起不远了 看在小月的面子上 每一位来桃书秘境观摩我炼丹的人 都可领取十枚灵人丹 什么 每人都可以领取十枚 十枚 这也太夸张了吧 即便是进入熔岩秘境冒险 宗门也只是允诺给我们美人三枚呀 二长老真是大手笔呀 太敢向二长老了 不用谢我 我是看在你们大师兄姜鱼儿的面子上才给的 要谢 就谢你们大师兄吧 多谢大师兄 多谢大师兄 二师兄这是在帮我收买人心 让我在初歇弟子中树立权威呀 多谢二师兄为我费心 小月儿 你除我恢复灵活 乃是天大恩情 日后不必再对我行大礼 呃 师尊 给美人十枚灵源丹是不是太多了 咱们手里没有那么多灵源丹呀 放心吧 我已经恢复了本命灵活 再多灵源丹 也是杏手阉威 二师叔这炼丹手法 也太暴力了吧 嗯 一百多年了 我已经有一百多年 没有看到二师姐如此意气 风发的炼丹了 小鱼 这都是你的功劳啊 哈哈 师尊严重了 弟子也只是 无心插柳 剑缝插针 两肋插刀而已 丹臣 去 这么快就炼出这么多灵源丹 二长老真是太厉害了 十枚灵源丹啊 我入门以来 从没有见过这么多灵源丹 哇 有了这些灵源丹 我们在熔岩灭境之中 二阶弟子能去的一些地方 我们也敢去闯一闯了 好了 大家都散了吧 二长老需要休息了 是 弟子告退 师父和二师叔 怎么愁眉苦脸的 刚才这些弟子 提到熔岩灭境 小鱼 三天之后 熔岩灭境必要开启了 圣主特地赏赐了你这个新弟子 进入熔岩灭境的资格 这不是好事吗 本来是好事 但这次主持熔岩灭境开启的 是番子和周雅 我担心他们会对你不利 哎 圣主也真是的 她难道不知道大家都在针对小鱼 也不站出来帮忙说句公道话 圣主是故意的 圣主就是希望小鱼 在这种不停的打压和厮杀中成长起来 哼 她想的倒是轻巧 那如果小鱼没有经受住打压和厮杀 被人打死了呢 那便证明 小鱼不是真正的天才 圣主 也不会联系 圣主为了宗门 不会在乎任何人的死祸 七妹 你放心 我不会让小鱼儿死的 小鱼儿 你吃我的肺丹都能修炼 我马上就给你炼制一大堆超级强力的丹药 让你的修为突飞猛进 那个二师叔 其实我更喜欢毒丹 毒性越大越好 至于正常的丹药 我反而不是太喜欢 难怪你说我的肺丹好吃呢 看来是体质原因 大概是吧 你需要的丹药 毒性越大就越好是吧 这个我倒是也能练 这毒丹绝对了不得 二师叔太给力了 成了 居然不是固体而是液体 二姑娘 你这练的到底是什么呀 这是我专门为小鱼儿练制的 有着万毒之组称号的毒液 名为 要你命三千 要你命三千 这名字 是不是太夸大了 一点都不夸大 我当初在圣域战场 用一只三阶地龙妖兽 试验这瓶毒液的毒性 结果那地龙当即残死 连灵河都炸 什么 灵河都炸了 不请如此 当时那地龙的尸体砸落在地 将方圆石几里的地面 沾染成血黑之色 数十年间 飞鸟不过 人畜不存 白骨哀哀 血流成河 好强 这还不是最厉害的 后来 一位金丹强者误入那片境地 不小心触碰到了那地龙尸骨 金丹当即碎灵 神尘这么强 尺毒液这么霸道 我这血龙皮症能扛住吗 要是扛不住 我可就直接个屁了呀 师父 这毒液连金丹强者都能干掉 也太逆天了吧 唉 逆天是逆天 但却有一个致命的缺点 那就是这东西 不是一下子就能见效的 要一天三十计 连续三天 才能发挥出毒性 原来如此 不是一下子见效 那我就不怕了 二十桌 黎容颜秘境开启 刚好还剩三天 这要你命三千 简直就是专门为我量身定制的呀 谢谢二十桌 快给我喝吧 小鱼儿别急 这毒液不是喝的 啊 不是喝的 那怎么用啊 这也是要你命三千的另一个缺点 就是 要用这个东西 注入身体里面 喂二十桌 你 你开玩笑吧 这玩意儿这么大 会戳死人的 放心 不会死的 你忍过去之后 说不定还会爱上这种感觉 来 来吧 不要啊 疼死我啦 偶尔师叔 今天是最后一季了吗 没错 你瞧你现在多自觉 好了 毒液已经全部进入你体内了 接下来要见效了 你做好准备 宿主遭受致命剧毒暴击 乾隆能量转化计算度 恭喜宿主 以自信获得 18888点乾隆能量 奖励特殊能力 巨灵 可相耗 1888点乾隆能量 将灵气浓缩 1888倍 形成一枚灵气药丸 用于战斗 相当于 助击巅峰强者最强的预击 助击巅峰强者最强的预击 这么强 那我赶紧来一颗这药丸看看 宿主相耗 1888点乾隆能量 成功凝聚出一枚药丸 这哪是药丸 这不就是 手雷吗 检测到宿主思维 灵气药丸命名为 手雷 灵雨 为师给你的这份见面礼 如何 多谢师尊 使我为徒 还让我与牧师兄双修 徒儿修为大掌 简直如同做梦一般 师尊为我找了这个颅顶 的确有错 那你以后 就好好配合 是庚儿 庚儿 庚儿有需求 你务必满足 徒儿明白 庚雅是我为徒 竟然是让我给牧尘 庚当炉顶 师尊 和林师妹双修一场 徒儿的实力更进一步 再加上林师妹的协助 这次容颜秘境 徒儿一定杀掉江鱼儿 洗刷往日之耻 嗯 你们二人联手 实力已经打到铸鸡七 江鱼儿即便再强 也不过 是炼气七而言 你们秒杀江鱼儿 不在话下 不过 这次容颜秘境 除了要杀掉江鱼儿之外 你们还有一项 更重要的任务 夺得容颜珠 什么 师尊 容颜珠可是整个 容颜秘境的根本 仅凭我和林宇师妹 恐怕 这是容颜珠 所在位置的地图 放心 到时候 会有人协助你们的 好了 你们出发去秘境吧 是 是 如果我能得到容颜珠 实力恐怕会直接越街 紧急至金丹镜 届时就能将师父吃干母镜了 虽然不知道容颜珠是什么 但一定是绝顶梦 我若能够得到 就能摆脱这有心的仕途二人了 都安排好了 大师兄安排的事情 我定当进行解力 嗯 我能不能突破金丹 成为圣域大陆的志强者 就看这一次 师妹一定助大师兄 冲上云霞 马上要到出发去秘境的时辰了 公子怎么还不出来 该不会被毒死了吧 放心吧 江玉儿天赋异禀 体质特殊 绝对不会有事的 你看 这不就出来了吗 完美 我这个出关的姿势 简直算账 师父二师叔 你们一定心动了吧 快来偷怀送报吧 公子 你可担心死老奴了呀 谢谢你呀 好了 江玉儿 你这次进入容颜秘境 是机缘也是考验 却没丹药 或许能帮到你 姬妹 你竟然要将在时空秘境中 得到的天杀金丹给江玉儿 天杀金丹是什么 很宝贵吗 天杀金丹 似乎已经超过了我们这片世界的上限 据我推测 这枚丹药在承担之前 经受过雷劫淬炼 连上天都想将其灭杀 所以 我才将其命名为天杀金丹 姬妹 这枚丹药与秘境有关 很可能关系到你的身体能否恢复 况且作用未知 没必要给小鱼儿吧 这丹药这么重要 师父 这丹药您还是拿回去吧 你知道的 我需要的是毒丹 正常的丹药对我没作用 给你自有我的用意 你身体里的能量 和这天杀金丹有些相似 都能恢复我的真身 放在你手中 或许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这 弟子多谢师父 小鱼儿 既然你师父这么大手笔 我作为二师叔也得表示表示 这几天 我炼制了二十万枚零元丹 拿给你用吧 我去二十万 二师叔 你对我太好了 大家都送东西了 我也送一件吧 遇到危险的时候 或许可以救你一命 这 莫非就是传说中的 主意算盘 我是练器九重高手 欢迎诸位加入我的战队 一起探索容颜秘迹 加入我们天狼战队 每人给一枚灵源丹 不死鸟战队招人 猎户的天才地宝 队员可分走一半 比其他战队收益高出五常 加入我们吧 刘妹 你都安排好了吧 放心吧 我会让那个江鱼儿 成为孤家寡人 一个队友都找不到 你呢 我这边你更不必担心 我已经将江鱼儿的身份令牌 定位到了严独池 只要他被传送进去 不死也得半餐 如此 我就放心了 许悦的土地 只要活着 就后患无求 必须得死 佩服江鱼儿 不过是小事与众 顺手而为 大师兄的事 才是最重要的 切莫耽误了 大师兄都和你说了 呵呵 何止是说了 大师兄还让我亲自帮忙 什么 你就是大师兄安排的 解读沐城高的神秘人 哼 不必这么惊讶 我和大师兄的关系 不是你能想象的 大师的凡子 更何我叫大师兄 是总有你好看的 师兄 就是在这里集合 我就送你到这里了 你不进入容颜秘境吗 我是练丹师 体内已经孕育了 本命火焰 容颜秘境 被我的修炼帮助 没那么大了 寻乱如此 两鱼儿 大师兄 大师兄 你都算来了 谁让我加入你的单位 大师兄可是练奇奇无敌 只要跟着大师兄 这次秘境之旅 一定能有大收获 大师兄 我对你仰慕已久 今天你这条追船 你这条船 我是上定了 大师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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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经手回赢了呀 大师兄最棒的 我的优秀 我仍眼藏不住了 既然大家都想跟我混 那我 沐晨康师兄组建战队 加入的队员 每人上次20枚零元带 人数不设上限 来多少人要多少人 机会难得 不要错过 什么 这简直比二长老还才到气粗啊 二十美 那个大师兄 下次进秘境 我再找你组队 大师兄 我是真心想跟你混的 但对方给的实在太多了 别走啊 别走啊 大师兄 我下次一定帮你 你们走了我怎么办 这次就搬了 你了 我面子往哪放啊 难道我的优秀 还顶不过区区二十枚零元丹嘛 全都跑了 居然有一个没走 这位小师弟 没想到你不但英俊潇洒玉树林风 还这么有眼光 念在你独具慧眼的份上 我就勉为其难收下你了 确实我也想去那边的 我不知道是那个混蛋踩中楼的脚 让我疼得疼不了 疼死我了 大师兄 劳烦您陪我过去 我也想去领那二十枚零元丹 不就是区区二十枚零元丹嘛 你跟着我 我给你 区区二十枚 江雨啊 你还是像以前一样 口气大 哦 哼 你还是像以前一样呢 这都让你混到内门来了 江雨儿 少在我面前成口舌之力 你恐怕还不知道吧 六长老已经收我为徒 并赏赐了我一千枚零元丹 你师父对你有这么大方吗 你恐怕这辈子都没见过 一千枚零元丹放在一起 什么样吧 我确实没见过这么少的零元丹 二十万枚 见笑 什么 江雨儿怎么会有这么多零元丹 大师兄也太霸道了吧 二十万没零元丹 大师兄真人不露相啊 大师兄 你千万不要误会啊 刚刚我就是过去逗逗 沐晨刚那个傻子 我只想对你组队的 没错 我们早就知道大师兄 你体育深厚 沐晨刚那种穷贵 怎么可能配合大师兄比啊 沐晨刚这种相伯老 居然还想用区区二十枚零元丹 就打动我们 我呸 我们对大师兄的忠心 是区区二十枚零元丹 就能收买的吗 地门 给我滚 一群欠递妄议的家伙 不知道 好马不吃回头草吗 小胖子师弟 刚刚只有你没走 我给你两千零元丹 你先用着 不够了再找我要 两 两千枚 我竟然因为被人踩了一脚 就得到两千枚零元丹 这也太走运了吧 我刚刚也没走啊 也给我两千枚丹药 弟子中竟然也有这种赞的妹子吗 我之前居然只把目光 放在了长老身上 路走窄了呀 多谢大师兄赐我的丹药 今天我就加入大师兄的战队了 任凭大师兄驱使 火里来水里去 上刀山滚油锅 跳火坑滚针板 你走开 我突然觉得 我的战队不需要你了 大师兄 你要慎重啊 你和这些女人组队 可能会危险的 你说的不错 她的身材这么有杀伤力 确实很危险 掌控不好 随时可能擦枪走火 但我不怕 我想来享受危险 大师兄 我说的危险不是指这个 这女人叫林闪一 是武长老的徒弟 武长老的徒弟怎么了 武长老偷了宗门质宝 封冰珠 背叛宗门跑了 只留下这孤零零的林闪一 现在宗门每次活动 她都被众人排弃针对 你若和她组队 恐怕会多生不少支揭 哦 原来是这样 我说怎么没见师傅 当提过武长老呢 两千枚单要给我 我觉得 对于你这种身份特殊的女人 给你两千枚林闪丹 并不适合 什么大师兄啊 和其他人 也没什么两样 大师兄总算没有被美色蒙蔽了双眼 我话还没说完呢 啊 我的意思是 你不适合两千枚林闪丹 你应该拿两万枚才对 什么 我去 这活确实没有被蒙蔽双眼 但是整个人都迷失在美色里了 好了 我们三人小队已经组成 你们赶快将弹药收起 传送通道就要开启了 大师兄 你真要和林闪丹组队啊 色字头上一把刀 要三丝啊 你说什么呢 我和他组队怎么可能是 贪图他的美色 我单纯是看中他这个人 可是他师父被判失门了呀 我们和他组队要被牵连的 他师父判出宗门 又不是他判出宗门 他何罪之有 凭什么要牵弄到他身上 别人对他的偏见我可能管不到 我能做的就是把他和正常弟子一样对待 只能因为惧怕牵连 就违逆自己的良心 这波被我撞到了 江鱼儿 和别人不一样 大师兄高义啊 师弟我受教了 那什么 其实我也总是被人针对 大师兄能不能也给我个一万两万的灵远单 安慰一下 你那是活该 才是这六长老 都免礼吧 通道已开启 你们会被随机传送到秘境各处 都要小心了 多谢六长老提醒 我们走 注意 童小队的相互牵点手 否则会被传送到拨头地方 哼 江鱼儿 没想到你竟然还找到了队影 不过 我岂会让你如愿 周阳 之前在我手里吃了鱼 肯定会找我麻烦 小心点 两位 我们一手牵手 大家小心 大师兄 不就是进入通道吗 你怎么一副如灵大敌的样子啊 我得罪过周阳 六长老心胸宽阔 应该不会和你一个弟子 斤斤计较吧 周阳和我打赌打输了 不让他当众跪下了 那个大师兄 我突然想起来家里还包着汤呢 现在退出还 还来得及吗 来不及了 走 江鱼儿 我已经将你进入通道的难度 提升到了住街期 我看你不求我 怎么进去 什么 怎么回事 刚刚的能量反馈 已经达到了住机器 看来 刘长老果然出手了 江鱼儿 这就是你的报复吗 刘长老 我说过 做人留一线 日后好相见 如果你当时问我要一些修炼资源 甚至是宗门秘宝 我也不会吝啬 可你却只贪图一时之爽 不懂得把握机会 反而当众如我 如今这容颜秘境的开启 是我负责 你怕是没有机会进去了 你以为 我在乎你那些所谓的资源和秘宝吗 在真正的天才眼中 你那些所谓的宝物 对我来说一文不值 哼 牙尖嘴利 如今你连秘境都进不去 用哪来的勇气 在我面前自诩天才 进不去秘境 那 我们岂不是也丧失机会了 你们不用担心 只要现在脱离江鱼儿的小队 我可以马上让你们进去 我和大师兄组队 那可不行 我必须和大师兄组队 不然我受的担药 岂不是要还过去了 一次秘境修炼机会而已 不去 又能怎样 你们 竟然如此执迷不悟 多谢两位的不离不弃 不过你们放心 今天这秘境 我肯定带你们进去 哼 进去 江鱼儿 你哪来的自信 现在秘境通道的难度 是筑基棋 你区区一个练气棋 拿什么进去 那六长老 敢不敢和我打个赌 赌就很简单 我要是进去了 你得为我做件事 这江鱼儿又在打什么主意 之前我和老四 都在他手上吃了亏 这次不能再和他赌了 怎么 不敢 不敢赌就别浪费我时间 赶紧给我让开 我还要抓紧时间 进入秘境 大师兄厉害了 六长老都不敢和他打赌啊 我记下来了 以后不能随便和大师兄打赌啊 哼 一群不知天高地厚的乌合之众 我倒要看看 你们怎么通过这 助击其难度的通道 我就是这么通过的 我手雷的威力 堪比助击颠峰 要破开区区助击其难度的通道 轻而易举 什么 刚刚那是什么手段 竟然有点助击颠峰的利益 江渝儿好厉害 大师兄竟然又如此地烦 别愣着了 二位 咱们赶紧走吧 好 哼 就算你进入了秘境又如何 我就不信 你们能从颜毒池中活下来 我们这是在什么地方 感觉好凶险的样子 这里是颜毒池 是师父特意把我们传到这里的 为的就是让我们确认 一会儿将鱼儿在池子里死去 这池子 能让练气巅峰的人死掉 当然 好险 差一点落到池子中 太重 这池子竟然如此霸道 这颜毒池内的温度超过两千度 寻常的肉身掉进去 坚持不到三秒钟 即便是练气巅峰 恐怕也坚持不了一分钟 更何况 里面还有霸道的火焰毒素 哪怕被沾染上一点 也会修为尽尸 然后在颜毒的灼烧中 痛苦地死去 没想到这颜毒池 竟恐怖如斯 也不知道下一个掉进去的 或是哪个倒霉蛋 还好我们运气不错 没有掉进去 快看 倒霉蛋出现了 果然是姜雨儿 姜雨儿 马上我就要亲眼见证你凄惨的死去了 不好 我们被传送到颜毒池上方了 颜毒池 我们怎么这么倒霉啊 你能不能淡定点 这是能淡定的情形吗 看来又是周鸭狗的鬼 我摆得不清 这颜毒池东起不了作用 但他们两个不行 我摆得不清 我摆得不清 这样死去也挺好 至少不孤独 连眼都闭上了 这么快就接受自己要死掉的事情了吗 这那支吸烟太大了 你也想死 我可不想死呀 你们两个 给我 走 啊 哎呀 好好活着 姜雨儿 别过去你疯了 放开 我要去救姜雨儿 你去了就是送死你救不了了 颜毒池什么威力牛不是不知道 大师兄现在 恐怕已经连渣都不剩了 咱都不剩了 为什么 怎么会这样 这么多年来 第一个正眼看我的人 竟然 竟然就这么死掉了 你也不要太难过了 神医 这么多年了 你还是这么感性 真是让为师失望 为师还有大事要做 你好自为之 咱们这个新大师兄也太惨了 还好刚刚没有和大师兄组队啊 否则 我们恐怕就和他一样的下场啊 哎呀大师兄实在太倒霉了 这才刚当上没几天就这么死了 不 大师兄实留那么多灵源丹 很有可能依靠灵源能量 护出身体 也许 此刻他正在用灵源丹 抵挡颜毒的心事呢 林闪义 不要自欺欺人了 你也算是宗门的老弟子了 应该知道颜毒池的威力 我是知道颜毒池威力 但我更知道大师兄的实力 我相信大师兄 他一定会创造奇迹的 既然如此 江鱼二生前因为一个赌注将我师父侮辱 你既然对江鱼二还活着这件事如此有信心 不妨我们就再赌一次 打赌 没错 所有和大师兄打赌的人最后都输了 这说明什么 这说明大师兄的底牌强到连宗门长老都无法判定 虽然这一次不是直接和大师兄打赌 但打赌的内容依旧和大师兄有关 可以是一把 咱们谁若是输了 便自愿甘当对方的修炼顶炉 怎么样 我 是女人当年绰号冰山运的 正好趁此机会想起心甘 我若说了 岂不是 不敢 这么说来 你其实内心对江鱼二还活着这件事 并不是很有信心 你 等等 我和你赌 大师兄神鬼莫测 绝非成人能力 他一定很善于做出那种绝处逢生的事 这场赌注赢得面很大 你 你和我赌算怎么回事啊 大不了 大不了输了 我到你的顶炉便是了 你脸红个乒乓球啊 你愿意我还不愿意呢 怎么 是我身材配不上顶炉的称号 还是我的颜值比不过陆哈黄紫成 能不能不要这么下头啊 我心难 所以你到底赌不赌 你不就是缠我的身子吧 你给我住嘴 我昨晚夜宵都要被你恶心的出来了 小胖子 对大师兄的信念 竟然如此坚定 而我却 好 我和你赌 我同意和你赌 不过 我可不像你们师徒那么恶心 你若输了 把你师父给你的二十万零元蛋给我 完全没问题 只要你愿意输了当我顶炉 别的怎么样都可以 只要你 光你俩赌有什么意思啊 啊 啊 主位 你们有没有跟盘的呀 我赌大师兄活着 你们赢了我一赔十 我若赢了一赔三 什么 还有这等好事 管他呢 他既然想送钱 那我们就没有理由拒绝啊 蒋鱼儿肯定已经死了 这样必败的赌局都敢玩 他脑子有病吧 我赌十枚零元蛋 我赌三枚零元蛋 哎 算我一个 我去 这么多人 别急 我先来的 哎 一个一个来啊 遭受 研读攻击 一次性获得二十万点 乾隆能量 恭喜宿主 累积获得一百万点乾隆能量 激活特殊能力 玉兽绝 玉兽绝 发动玉兽绝 需要消耗乾隆能量 所欲妖兽能力越强 消耗的乾隆能量就越多 太好了 有了这东西 我在后面的妖兽森林里 岂不是可以横着走了 时间不早了 我应该上去 刚刚是什么事 我的妈呀 这是 传说中的 阎都猛 事件听纪允师弟提醒过 这阎都猛 是中年迷晋万文最强大的妖兽 使你肯定住击巅峰啊 不过 正好我刚学会了玉兽绝 现在还不是很熟利 趁我拿你施施手 玉兽绝 启动 我马上就要拥有一头 助击境巅峰的坐席了 想想都启动啊 到时候 我就是这元出圣地最亮的仔了 collar 。 猪兽绝 俄化失败 扣除 以万点 sondern 乾隆 能量 王 这玩意好要跟你十八 我不是主角吗 哎呀 神鹤别激动啊 我刚刚就是跟你开个玩笑 怎么无情骂黑的什么都看不到 看来这家伙真把我吞了 洗头 那个坑爹货 等我出去非得和你好好算这笔账 看来 都用绝招了 小蛇蛇 你既然让我进来了 就别怪我把你肚子搞大了 手雷连弹 总算出来了 我就不信搞不定你 别罢 这盐毒池 怎么突然变得波涛兄弟往起来了 听说盐毒池里面 有一只盐毒猫 这可不愧是那畜生在行风作浪吧 不知道灵陕翼和那个小胖子 还在坚持什么 江鱼儿本就难以在盐毒池中存活 现在又有盐毒猫行风作浪 江鱼儿怎么可能还活着 你说大师兄会不会真的挂了 不 他 他一定会没事的 好了 已经过去半个时辰了 别说江鱼儿了 即便是宗门内的金丹长老 也顶不住这么长时间 哈哈 灵陕翼 你说了 你是我的啦 你滚开 别碰我 小镊子打人还挺疼 怎么 想不认证 牧尘刚 火急便死了 也不会让你这种万转之人得逞的 江鱼儿 我的命是你丢下的 既然你死了 我可以随你去吧 想死 可没那么容易 你以为我没防着你这一手吗 乖乖给我回去吧 林少爷 你没事吧 我没事 不认刚 我虽然实力不如你 但要想死 我不信你拦得住 你误会了 其实你死不死 我无所谓了 我只是不希望 你跳到盐都池里尸骨无存地死去 你 你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 就算你死了 只要肉身还在 我就可以 棍杖 我杀了你 你可杀不了我 乖乖成为我的顶炉吧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这个林闪义 今天终于算是被沐晨刚师兄收拾了 他师父是叛徒 他肯定也不是什么好鸟 被收拾了也是应当 我对女人不感兴趣 我只关心刚才小胖子的盘口 江鸟 江鸟死了 我大赚了一笔呢 林闪义 现在就来兑现你的赌注吧 住手 请考 我劝你最好不要多管闲事 沐晨刚 林闪义 毕竟是和我组队 我希望你能给我个面子 在我这里有个屁的面子 小胖子 你还是关心关心你自己吧 沐晨刚 这里是容颜秘境 不是剩余战场 你残害同门 圣主一定不会放过你的 灭金探险 本就生死有命 各凭本事 圣主早就说过 不经过宗门内部的杀戮 将来到了圣域战场 也难逃一死 更何况 我只是让他来当我的顶炉 并没有说要杀他 所以 林闪义 你就知足吧 你就想碰我 去石祭坟吧 石祭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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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灵毒狮子 不回事 这就把我放过去 我屋中毒了 大师兄那女人也想碰 你的头很铁吗 江鱼儿 你既然没死 林师妹 你没事吧 我 我没事 江鱼儿 我就知道你能活下来的 让林师妹担心了 林师妹这身材真不错呀 别 别看了 你快帮我解开呀 最好的身材给我搞神医 做谁顶得住我呀 江鱼儿 没想到你竟然能从阎毒池活下来 牧尘刚 趁我不在 欺负我的队友 你真是找死了 喂喂喂 你是不是忘了点什么 江鱼儿 咱们谁找死可还不一定呢 你也领活 警告 警告 监测到对方攻击威力 已达到助击期 狗西聪 你这提示来的也太晚了吧 大师兄不会没死在阎毒池中 而被那对狗男女给干费了吧 江鱼儿 刚刚那一集似乎已经有了助击镜的实力啊 没想到牧尘刚和林宇竟然有了助击期威力的合体技 江鱼儿只是练气气无敌 面对这一招 怕是难逃一死了 我们站在牧尘刚这边算是对了 小胖子 江鱼儿死了 不管怎么说现在是你输了 赶紧把江鱼儿给你那一千枚灵源丹交出来 我们也是为你好 没有江鱼儿罩着你 那么多灵源丹在你身上 小心丢了心 喂 你们不要过来啊 大师兄还不一定死呢 这 你们放心吧 江鱼儿死定了 师尊已经传我们秘法 火与林宇合体技的威力 已经达到了助击中期 助击期以下 绝无生还可能 你师尊没告诉你 话不能说得太满 什么 什么 江鱼儿竟然没死 不愧是助击的事 还真是打了我一个措手不齐呢 不会是大师兄 简直是打不死的小强 他真的好强 江鱼儿 你还真是命硬啊 竟然侥幸活了下来 不过命再硬也没用 我倒要看看 你能扛住几次 江鱼儿 你没死也好 我当初在外门被你欺辱 今日 我要多杀你几次 方能结我心头之恨 你们俩狼狈为奸的实力 的确出乎了我余量 不过 你们 依旧不会是我的对手 不知天高地厚 这次 还能不能顶住 江鱼儿 难道海底 让我这分你的情 烟烟咆哮 虚假的灵兽 别敢在我面前炫耀 召唤神龙 现在就让你们见识见识 什么才是真正的灵兽 小军 又灭了他们 什么 怎么回事啊 这股力量 你赢得上 主机巅峰强者全力一击了吧 小军是谁啊 为什么这么猛啊 还好刚刚躲在墓山高山后 否则 这次非要撞山吗 丁羽 你 你没事吧 我 我没事 师兄 你也没事吧 是让我的底部不受伤 一会儿逃出去 被男将其吸干 快速地挥足实力 用天罕终身更好 只要我和他能活着离开这里 务必可以趁着其终身 将其变化 你们是不是很失望 现在 还有什么遗言要说吗 你 你 你竟然驯化了颜毒蟒 看来 这就是你们遗言了 小军 可以开饭了 等等 将 将鱼儿 这里是熔岩秘境 不是生育战场 才害同门 圣 圣主是不会放过你的 哎呦 我没记错的话 这话 好像是小胖子和你说的 是 是又怎么样 我记得你当时也说过 秘境叛险 本就生死有命 各凭本事 圣主不也早说过 不经过宋门内部的杀戮 将来到了圣域战场 也难逃一死 是这么说过 不过 不过那都是瞎扯蛋 圣主肯定会管的 求你 你饶我一命 我愿遵你为大师兄 啊 没想到江鱼儿 居然驯化了颜毒蟒 难怪江鱼儿 能够在颜毒池中活下来 我们这次又站错队了 我说你们 你 你要干什么 干什么 没什么 你们刚刚不是想抢我身上的 灵源丹吗 我认为来而不往非离 你们说呢 胖胖 胖爷 能不能给一个面子 不远点 脸还挺大 你们呢 我们完全没问题 我们完全没问题 那今天有一个算一个 无了身上的衣服 其他东西都给我交出来 否则 我一会让大师兄 把你们都扔进颜毒池里去 没问题 没问题 只要不杀我们 怎么样都行 衣服我也不要了 都给你 留我一命就行 该死 江鱼儿这小子 不但从颜毒池活了下来 还驯化了颜毒蟒 他怎么这么好运 熔岩珠的地图 还在牧尘庚的身上 不能让他就这么死了 遵我为大师兄 不好意思 你不配当我的师弟 小军 灭了他 不好 软身甲 猛攻 小师甲 今儿一瞬间就被破了 看来这一次 是弄完了 江鱼儿的颜毒盲也太强了吧 牧尘庚和林雨联系手来 实力已经达到了助击期 却没想到江鱼儿 激高一筹啊 大师兄过人无敌 看来以后要打赌 不管遇到什么状况 都要站在大师兄这边 看来这次可以结束了 什么 小军 阿世 别怕别怕 这家伙是什么人 亲爱连初期巅峰的小圈 都不是对手 难道他是 其单境强者 是师父口中说的 那个坚硬我们的神秘人 太好了 这下得救了 江鱼儿 准备好受死了吗 贼镖 你难道是翻 死 得行 刚刚的女人能轻描淡写的挡下 严肚莽的进攻 实力恐怕已经是金丹镜了 大师兄这次怕受凉啊 放屁 我们因为不站队大师兄 吃了多少亏了 这次我必须站在大师兄这边 说的没错 之前每次站在大师兄的对立面都输 这次我们一定要坚定信念 站队大师兄 大师兄每次都能逢凶化吉 这次一定也能赢 大师兄输了 吃算了呀 为什么我们赌谁赢谁就输啊 没想到你堂堂长老 竟然隐瞒身份来杀我 这里可是容颜秘境 不是圣域战场 你残害同门圣主是不会放过你的 我记得你刚刚说过 这秘境探险本就是生死有命 各凭本事 圣主早就说过 不经过宗门内部的杀戮 将来到了圣域战场 也是难逃一死 超我的词我投诉你 江鱼儿你说的不也是我的词吗 我说鼻祖好吗 你们这群调窃者 都少说废话 江鱼儿 你才上路了 就这么肯定 杀了我 你觉得你一个练习期的小家伙 能在我的手中活命 既然如此 那你敢不敢和我打个赌 就赌我能不能在你手中活下来 你是赌鬼吗 又打赌 你腻不腻啊 你又想搞什么花招 江鱼儿师兄又要打赌了 难道他还有保命手段 还是说 打赌这件事就是江鱼儿师兄的保命手段 你能不能不要躲在我背后解说 我也怕死的呀 我才不会和一个死人打赌 去死吧 这个杀手怎么不按套路出牌啊 大师兄又要完蛋了 啥子情况 怎么一提打赌 这个金丹镜强者就突然暴怒了 金丹镜强者全力出手 江鱼儿还能赢吗 不管赢不赢 我再也不站队了 什么 想杀我 做梦 如果我就没手段了 什么 都走了 没那么容易 这个杀手可是金丹镜 没想到你 居然还有触及巅峰的攻击手段 可惜对金丹镜的我来说 没有丝毫作用 人呢 看这里美女 再尝尝这个 什么 手雷大预报 百雷连发 哇 这是在放烟花吗 大师兄竟然还有如此厉害的招数 你个杀手真是倒了血雷啊 小鱼儿 你能不能跑慢点 我真的电都快不行了 你放我下来好不好 你晃得我好晕 晕个毛线逃命要紧啊 我的手里只能暂时拦住他 晕得划忍着 小鱼儿 我一定要杀了你 你别跑 我都快来了 他喘得这么少 哪来的地方藏了这么多雷镖啊 小胖子 他要是真的追上来 你就把这东西扔出去 这是方才大师兄扔出去的东西啊 没错 掰开把手 扔出去就能引爆 好嘞 我正好一向试试 狂炸金丹尽强者的滋味 之前是我大意了 现在我有准备 不可能再中滋伤 怎么又回来了 干死 情人被自己雷给炸了 将鱼儿 我看你们还有什么手段 事情不好办啊 让我来吧 这什么情况 他还编着大招呢 什么 封冰珠在你身上 这丫头体内 居然蕴含着如此之大的能量 封冰珠不是被五长老带走了吗 出现在林闪义身上 难道 没想到封冰珠一直在你身上 真是天主我也 什么 该死的人是你 好强的气势 大叔兄 林闪义只有练气气 根本没办法催动封冰珠的威力 他抵挡不了多久的 怎么快跑啊 快走 他为了救我 不许动用体内封印的力量 我们怎么能气他不够呢 林闪义直接动用封冰珠的力量 就是为了给咱们创造逃跑的机会啊 咱们别归付了他的一片苦心 封冰珠 你是说他体内蕴含着一件法宝 对啊 就是传闻五长老偷走的封冰珠 没想到在林闪义的体内 原来林闪义和五长老始终都是用 但是不应该啊 这么多年都没暴露 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暴露呢 不会是仅仅为了救大师兄 你这么简单吧 大师兄 你也没有那么大的魅力啊 原来这次 我有办法 我有办法 灯冰珠是我的了 大美女回个头 什 什么 这东西是我的了 大师兄 炼气天风 只能吹动工兵珠最基础的能量 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而且还会遭受反噬啊 一层的基础能量不够 那叫 多来几层 天风神通 复制 还不够 天风 继续复制 宿主封兽法宝 封兵珠反式 获得十万点乾隆能量 宿主封兽法宝 封兵珠反式 获得共一百万点乾隆能量 静接铸鸡旗 什么 大师兄身上竟然冒出了十一股封兵中的力量 这 这怎么可能 而且 而且大师兄的修为竟然竟用了铸鸡旗 不对劲 就算他进入了铸鸡旗 也不可能将封兵珠的力量放大这么多倍 丸子 不好 谁啊 呵呵呵 呵呵呵 居然赢了 大师兄也太厉害了 居然连金丹竞的强者都能干费 凡子 你今天完了 玩个毛线 快走 江鱼儿 你以为你逃得掉吗 封兵珠是与绒兵珠齐名的法防 无论如何我都要得到 大师兄 大师兄 咱们刚刚占据游士 你为啥不以鼓作气把贩子干死啊 干死个鬼 我刚刚那一招 用尽了全部力量 再不走 咱们 咱们就 都 那有二文 大师兄 你 你这是怎么了 不行 哎呀 真的不行了 大师兄 你不能倒下 你倒下了我们怎么办呢 不 不行了 我 我真的一地灵力都没有了 零闪一块醒醒了 大师兄不行了 怎么办呢 一两块好起来 我还想我承受不住啊 当天啊 大帝啊 谁能来帮帮我啊 检测宿主身上有三阶元气丹 天杀金丹 必及服用 可恢复大量灵力 天杀金丹 就是三阶元气丹 还能恢复灵力 太好了 这回我终于有救了 糟了 你闪一释放封闭中的反噬来了 大师兄 怎么办啊 丹药 丹药 你明白了 大师兄 你是让我将这个丹药给林闪一吃对吧 对 对 好嘞 大师兄放心 我一定会给林闪一服下去的 林闪一 大师兄不顾自己重伤 都要把丹药给你 你一定要恢复啊 对 对你个头啊 丹药 给 给我 少君 给我干了这个没心没肺的 哎哟 终于 到手了 我先复制一份 这样就可以救林闪一了 天赋神通 复制 复制 三阶元气丹一枚 消耗二十万点乾隆能量 什么 复制这东西 竟然比复制 风兵猪这种法宝消耗的乾隆能量还要多 哎 没办法 只能先复制五枚备用啊 复制三阶元气丹五枚 消耗一百万点乾隆能量 就让我尝试一下 究竟有多大的功效吗 速度获得三阶元气丹 威养 灵力全部恢复 没想到 没想到 师父给我的天杀金丹 竟然拥有如此奇效 这要比普通的灵元丹强太多了 凡子随时可能会追上来 赶紧给灵陕翼 也扶下一枚三阶元气丹恢复 我们得抓紧时间赶路 灵陕翼扶下三阶元气丹火 竟然要突破了 趁着灵陕翼突破 我也得看看我的收获 我刚刚可是复制了十颗风兵猪 这等质宝我 我的风兵猪呢 我明明放这儿的呀 竹竹啊 我不能没有你 不在这儿 也不在这儿 它可是一百万的乾隆能量换的呀 风兵猪居然全部消失了 我连再多复制几枚的机会都没有了 这是风兵猪的波动 风兵猪 难道融入我的身体里了 难道我从练习器器进去到猪机器 和融合风兵猪有关 巧怀有风兵猪的波动 胸口也有 眉心也有一颗 嘿呀呀 屁眼章也有一颗 等等 果然这里也有一颗 这玩意儿 不会还可以增强某种未知的能力吧 那我岂不是要发达了 大师兄 林师妹你醒了 嗯 你刚刚做的事 我都看到了 你 你都看到了 是的 我虽然身受重伤 但还是能感知到你所做的一切 这些什么巧事都被得看到了 以后我在他面前还如何回护大师兄的尊严呢 他不会骂我是变态吧 不过我看他表现 好像非得不觉得我猥琐 好像还打算要和我发生点故事的样子啊 我以后到底是接受呢 还是假装一下拒绝然后再接受呢 不过啊大师兄 好 谢谢你 当时我动用封冰珠 几乎已经失效全部直觉 如果不是你出手相救 我恐怕已经死了 你 你刚才看到的 不是我在那个 呃 什么 差点说漏嘴 虽然他说的不是那个事 让我心里有些失望 但好在也没让他发现我的巧事 呃 雷沙叶 你竟然进击到了助击镜了 你终于醒了 是啊 这还多客了大师兄呢 大师兄刚刚给了我一枚弹药 我服用之后 顿时觉得周身元气双配 瞬间就突破了 等等 你你连刚刚那事情也记得啊 嗯不仅记得 而且还看得清清楚楚呢 啊 完蛋了 古人心上还是坍塌了 大师兄 我看到你在拼命的用手套裤 难道 你把大药藏那里了 其实我一点都不嫌弃 你能不能给我一颗啊 你给我滚 你居然也看到了 真是晦气 刚才林陕一突破的时候 动静不小 班子肯定发现了 我们得赶紧赶路 没错 先向前面走 我们就进入熔岩秘境的中部地区了 那里林山草密 很容易隐藏行踪 只不过 只不过什么 只不过这里面经常有厉害的妖兽出没 放心吧 有小娟在身边 寻常的妖兽应该不敢招惹我们 可是据说里面有三间妖兽 什么 三间妖兽 那且不是昨夜和金丹镜的强者匹敌了 是啊 三子算危险 但前面这片森林 也并不是绝对安全 看来咱们得快速穿越这片丛林呢 对了 我们找些速度快的妖兽不就行了吗 这个idea妙啊 找速度快的妖兽做什么 嘿嘿嘿走吧 一会儿你们就知道了 以为逃到丛林之中 我就没有办法了吗 天使 看 一屋吃烟包就在前面 你们配合好我 我就给你们俩每人搞一只当作戏 大 大师兄 这这这这就是你说的办法 吃烟包跑得可是出了名的快 你你你确保我当幼儿不会被他们抓到吗 你就放心吧 这吃烟包只是注击五层的实力 有小娟在 不会让你有危险的 这真的吗 好啦 一会儿你把这三只吃烟包引过来 我会用玉兽爵将它们控制住 只要骑上了这玩意儿 蛮子肯定再也追不上我们了 好 老是有种被骗的感觉 我去啦 下游你是最美的胖子 那个大师兄 你答应事成之后 会给我一颗零神医服用过的那种丹药 到时候可别反悔啊 嗨咱们本来就是一个队的队友 我答应你的事情肯定会办的 别说你这次是为了大家冒险 你就算不为大家冒险 我也会把丹药给你的 我们可是伙伴哪 真的吗大师兄 那我不去了 这小子怎么这么不上道啊 大师兄 大友给我吧 好好好 我这就给你 看有飞碟 飞碟 那是啥 我这就让你当飞碟 我好 我的天 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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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我好 大人喝钱快来救救我呀 猫哥 干什么 我说我是路过的 你们信不信啊 给个机会好不好啊 神情虎 开山都躺住啊 滑就跳狼要动 憋醉了 就是江湯这个混蛋 什么的啊 江湯快救我呀 这小胖子本屋还真不少啊 大师兄救救你了救命啊 大师兄 剩我下去 琴卡迟早要被抓住啊 放心 这小胖子喜厚着呢 一会儿 还要给他一颗三接元气丹 我得多给他放点血才能回本 大师兄 我啥也没有了 你再不出场 我就真的要被搞死了呀 这几只赤炎豹 灵力消耗的差不多了 小薰喝下 来的 大师兄 快救我呀 放开那只胖子 冲我来 小薰 满动 进化 三只筑鸡五层赤炎豹成功 消耗十五万点乾隆能量 搞定 死胖子 以后你要多向我学习学习 遇到事情不要慌 先摆个pose 淡定点 冷静点 这样才能解决问题嘛 我真是太帅了 我真是太帅了 小小师兄 小鱼儿 怎么了 你们干嘛用这种表情看着我 难道你们不是应该满脸崇拜地注视着我吗 你后面 后面 你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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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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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姐 腰手 令 令 令 爆 快 快爆啊 哎呀 死 死 上天了 我爆爆啊 啊 大师兄 现在怎么办啊 别慌 我私有办了 啊 救命啊 吃炎梦 快 快起上 走 啊 啊 我没起上啊 我还没起上去 等等我啊 慌 喂 为什么 倒霉的总是往后 我的救后 不忙 啊 大师兄救我啊 啊 这个笨蛋 哎呀 终于得救了 咳咳咳 吃毒吃得我都快饱了 哎呀 啊 怎么了 灵神医 你看我的目光 咋还害羞起来了 你不会暗恋我吧 小伙子 你想多了 还是看看你的胸口吧 胸口 啊雷 露点了 这不完蛋了吗 大师兄 你怎么不早说啊 我还是个猪男啊 这事传出去以后 我还怎么找媳妇啊 找什么媳妇 我还是单身呢 好了 你们不要吵了 咱们带走 灵岩豹的幼崽 他不会放过我们的 对啊 这三只赤岩豹 都是灵岩豹的幼崽 耐力也比不过灵岩豹 我们迟早要被 后面的灵岩豹追上的 怎么办啊 放心 我早就有对策了 咱们来个祸水东瘾 借刀杀人 赤岩豹 吊头 该死的 江菊儿这小混蛋的速度 还真是快 竟然让我奔丢了 江菊儿 凡子 天堂有路你不走 地狱无门自来投 江菊儿 这次我看你还往哪里跑 这句话 我也想对你说 罪惊 受死吧 听我口令 跳 好像 有点不对劲啊 什么 竟然是灵岩豹 该死 该死的 这灵岩豹的实力 和我不想上下 不好对付呀 凡子 我给你准备的礼物 你还满意吗 江菊儿 你给我等着 本座绝对饶不了你 还饶不了我 我看 你还是先摆脱这只灵岩豹 再给我放狠话吧 啊 什么 我来到这个世界 还是第一次看到 金丹级别的高手对战 真是精彩啊 大师兄 我们难道还不走吗 大师兄 我们的坐骑是 灵岩豹的幼崽 一旦灵岩豹把翻子打退 他还是不会放过我们的 还是赶快离开尾翼啊 在我的老家 有一句俗语 叫做 玉蚌相争 愚人得利 玉蚌相争 愚人得利 难道说 大师兄想要到那个愚人 没错 灵岩豹和翻子势均力敌 最后肯定会两败俱伤 到时候 就该我们出场了 大师兄果然生命远虑 谁在让人佩服 小意思 你们俩在说什么啊 我怎么一句也听不懂 大师兄是想要改行当渔夫了吗 这有点 屈才了吧 看来要出结果 可恶 范子 已然重伤 看你现在 还能不能接下我这一场 受死吧 范子 当初将军儿的权力抵齐 都让我受了些许内伤 如今我和零年爆料败俱伤 将军儿再出手 我恐怕少赃 得赶紧走才行 将军儿 你给我等着 我迟早要扒了你的皮 跑得还挺快 大师兄 你怎么不追了 那范子重伤 现在正是解决他的好机会啊 你以为金丹镜强者那么好杀 只要金丹不灭 金丹镜强者就能死而复生 我们毁掉范子肉身容易 但他金丹的速度 我们这点实力根本追不上 若是逼急了他 自保之下 我们都得完蛋 闪一说得对 我们暂时没必要和他鱼死网破 果然还是大师兄 真谋远劣 小case小case 我根本就没想那么多好吗 我只是想着 赶紧趁着零年爆中伤 直接用御兽卷把他御了 到时候骑着一只三斤妖兽 多违法 看来这零年爆 受伤不轻啊 哎呦 实在是太可惜了 如果大师兄刚刚能够抓住范子 直接发动御兽卷将其控制住 那我们在整个远处圣地 岂不是能横着走了 你小子怎么不早说 这还用我说吗 一只三接畜生 一个金丹镜美女 傻子都知道怎么选吧 哎呀 路走窄了 看来还是你格局大呀 下次有空教教我 多谢大师兄夸奖 完全没问题 好了你们别闹了 这是零年爆怎么办 我已经错过了美女 这只三接妖兽自然不可能再错过 正好让你们成家团员 玉兽卷 嗯 这什么情况 大师兄 他 他好像在请求你放过他的孩子 他愿意 臣服于你 什么 大师兄 你怎么不继续施展你的玉兽卷了 赶紧出手啊 算了 大师兄 你已经错过了 帆子 可不能再错过灵岩爆了 只要咱们收服了这东西 在这容颜密境 肯定是横着走啊 我们当时收服赤岩爆 也只是为了躲避帆子的追杀 如今 帆子已经重伤逃顿 我们也没必要对这些妖兽赶尽杀绝 玉兽卷 解放 你们就好好团聚吧 大师兄 你 你解除了对这三只吃岩爆的驾驭能力 没错 上天有号生之德 这只灵岩爆的母爱感动了我 我不想为一己私欲 散着他们出手了 大师兄 你对这些畜生讲什么感情啊 你这是妇人之人 这是在浪费机会啊 这样怎么能成大事呢 以后我还怎么和你混啊 这可是三姐要受的 这不是扯淡的吗 你这样 我还怎么赚大钱 我怎么买房去洗衣服啊 这个给你 这是 天杀金丹 我们之前说好的 你负责引出吃岩爆 我给你丹药 天杀金丹 是那个服用之后 就能立刻恢复全部灵力的丹药吗 太棒了 只有我的父母之后 或被一股莫名的力量 组到了这片石心 他们也会不顾一切地想要秀我吧 我一定要积攒足够的实力 打破这片时空 重新回到佳人身边 加油 加油 大师兄似乎 有心事 该死的 没想到江鱼儿那家伙 竟然还真成了气候了 我一定要想办法杀了他 却不能让他成为大师兄的绊脚石 师兄 你没事吧 没事 师妹 对不起 师妹 让你受委屈了 你的伤势不要紧吧 我没事的 大师兄 我这次被江鱼儿伤了根本 只能把你吃干我尽 才能恢复根基了 你和你是否对我都没安好心 以为我不知道 我这次就趁你病要你命 把你直接吸干净 师妹 师兄 可怕 居然是顾尘缸 太好了 正好让他们帮我护法 护好疗伤 你们两个 四角狼 原来 原来刚刚是四长老救了我们 多谢四长老救你之恩 行了 不用客套了 感谢四长 这老女人怎么会在这个时候出现 有她在 我想要把木枕羹吸干 恐怕没那么容易了 我受伤了 你们两个帮我护法 不要疗伤 四 四长老 您竟然受伤了 是江鱼儿干的吗 不该问的别问 知道了 没想到连藩子都败在了江鱼儿手中 金丹 他定然不会有还手之力 然后我们就可以一起吸收 好 吸掉藩子之后 我就有强行把师傅也吸干的努力 到时候什么圣主 什么大师兄 都得乖乖跪在我脚下叫爸爸 金丹前者可没那么好对付 我得让牧尘刚在前面才行 我得连藩子 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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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去死吧 什么 你自己去承担番子的怒火吧 死 陆成刚 你好大的胆子 竟然敢废我精丹 你怎么不出手 没有我们两个人的力量 他还要还手的余力 我要的就是他还要还手的余力 什么 你可赢我 我杀了你 还是先顾好你自己吧 准备 你竟然敢自我精丹 我杀了你 什么 你 你竟敢利用我 是你自己蠢 可怨不得我 师父 不会放过你的 等我吸干了你和番子 周亚 也迟早会被我吃掉 什么 你 你既然 放心吧 师兄 我一定会杀了江鱼儿 为你报仇的 为此 就把你自己奉献给我吧 凌备 我们都 看错了你 没想到 你竟然有这么大的野心 我 不甘心 不甘心啊 看得不错 你算是救了我一命 能够救司长老 是灵雨的荣幸呢 我精丹虽然碎裂 但只要有足够的时间 很快就可以重新凝丹 你现在帮我护法 待我重新凝聚金丹之后 便收你为徒 作为我的清传弟子 四长老 竟然要收我为清传弟子 还真是叫人受宠若惊呢 这没什么 你救了我一命 便算是我欠你一份人情 这清传弟子的名头 便当作还你这一份人情了 我这人不喜欢别人欠我人情 四长老还是立即把人情还给我吧 你想干什么 干什么 当然是 你还人情了 刘云 你竟然敢欺识灭族 我不会放过你的 你最后的力量 已经用于沙漠成钢了 现在根本没有力量反抗我 不过你放心 我会让你融入到我的身体里 让你也有机会 领略我军林天下的风采 就算是心干了我 你不是这远处圣地最强的人 等大师兄夺取了熔岩珠 他会为我报仇的 熔岩珠很快就会落到我的手里 什么 熔岩珠的地图竟然在你的手上 江鱼儿从沐晨刚身上抢走的地图 早就被我调包了 而且我还把他抢走的地图路线 改到了一处绝境 你们都是我的棋子 最终的赢家一定是我 你 是我会 如今我已经是金丹镜强者 我灵狱终将成为整个元出圣地的女王 我终于也成为助击器的高手了 没想到琴卡也突破了助击器了 大师兄 您的天杀金丹实在太厉害了 好了 此间是了 我们抓紧去下一个目的地吧 下一个目的地是哪儿啊 是 熔岩珠所在的熔岩火山 救命啊 大师兄 这情况不对啊 按理说这个地图上的路线 应该是最安全的才对 怎么四周到处都是妖兽啊 或许 或许我们不按地图上的路线走 可能更危险 不对劲 肯定是被人换了 绝对被空了 混蛋 什么 那现在怎么办 我 我快没力气了 我也是 让我想想 有了 琴卡 你想不想收几个妖兽小弟 妖兽小弟 等等 大师兄 你 你不会是幼小 到你表演的时间了 大师兄 为什么每次都是我啊 因为你有经验啊 你放心 只要妖兽一来 肯定会被我收服 到时候 我帮你也收服几只助击巅峰的妖兽 那多拉风啊 好 好吧 大师兄 他们过来了 放心 我会及时出手的 我的御兽局 在妖兽毫无准备的情况之下 成功率是百分之百 大师兄 看你的了 来了 接下来看我的 御兽 怎么都冲我来了 妈呀 这 这什么情况 又来了 大师兄 现在你也有经验了 别废话了 赶紧想办法救我呀 这个场景 似曾相识啊 水火不相容 这群狮子是活主性 只追我 很可能是感受到了我体内封冰珠的气息 可爱 我得想办法学会引你气息的手段了 先把这群狮子解决掉再说 手雷大连环 我去 御兽局 发动 一次性成功 收服了三只助击巅峰的熔岩石 大师兄实在是太厉害了 别蹭了 离我远点 不愧是大师兄 死胖子 刚刚就是因为你表演不到家把视群引到我身上了 差点让我们全军覆没 你胆子太小 得练 怎么练呢 救救你啊 大师兄 我错了 救命啊 有了这么厉害的狮子作为坐骑 这一路上顺畅多了 一般的妖兽根本不敢靠近 是啊 前面就是地图上描写的熔岩珠所在的地方 大师兄 你明知道那地图画的是假的 你明知道那地图画的是假的 为何要执意来这里啊 因为我想要收服一只三阶妖兽 什么 三阶妖兽 什么 三阶妖兽 慕成钢身上那份地图应该是被林语调包的 依我对林语的了解 他肯定是想要把慕成钢引向绝地 而这秘境之中的绝地 无非是强大妖兽的居所罢了 因此我敢断定 这地图终点的位置 必然就是三阶妖兽的藏身之所 大师兄深谋远律老谋深算老成谋国老金巨华 实在是让我佩服呀 这都是小道而已 你们跟着我以后会学到更多 救命啊 我的娘嘞 大师兄 这根本就不是金丹镜的妖兽啊 少废话 谁会想到是这样啊 你们还是别吵了 赶紧想办法吧 多虫子 有什么解决这些东西 什 什么 三 三阶妖兽 黄金尸 妈呀 被包围了 这狮子竟然吓跑了 大 大师兄 你赶紧用玉兽学玉她呀 没用的 这里的虫子太多 他们会分散我玉兽学的力量 成功概率 齐乎为零 什么 那怎么办啊 我和小娟想办法拖住那黄金尸 你们想办法突围 大师兄 我们不会丢下你不管的 没错 大师兄 我虽然害怕 但我也不会丢下你的 少废话 再不走大家都完蛋 你们抓住机会 冲出去 小娟 你上 小娟 放手 烧死他们 小娟 烧死他们 什么 大师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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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我该死 你一个回合我都撑不住 难道 今天真的要栽在这里 做 那是老外不是送我一个法宝吗 你办法 请死马当活马医了 我知道老外这东西有没有用 这是什么 是你年报 好机会 所有的黑虫被震退 我可以用御兽群了 御兽群 搞定 成 成功了 没想到 灵眼帽居然会来帮我们 多谢你了 如果没有你 我今天恐怕就危险了 大师兄 这家伙好像在说 是为了还你人情 哈哈 你不欠我什么人情的 来 来 尽管灵宇知道 因为他提供的地图 让你收获了一只黄金狮 那恐怕又气死 放心吧 和六长老他们搞到一起去 我估计 他离死也不远了 啊 竟然是岩豹 岩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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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岩豹是什么 就是熔岩秘境的火属性能量全面爆发 传闻 每三千年到四千年才能爆发一次 有些弟子 一辈子都没机会见识到一次 哼 这种好事 竟然让我们赶上了 是 这怎么看都像是灾难呢 怎么成了好事了 大师兄 现在宗门这些长老 你都认识吧 当然了 除了你师父 其他长老我基本上都见过了 宗门的这批长老 就是借助三千八百年前 熔岩秘境的那次岩豹才学习的 岩豹虽然会带来些危险 但却有无数机遇 没错 岩豹开启 所有的妖兽实力都会下降 便于我们猎取妖丹 夺取妖兽守护的天才地宝 最重要的是 位于核心位置的修炼场 能够快速提升修为 有多迅速 呃 应该不比你给我的那枚丹药差多少 那还等什么 赶紧去想好处啊 诸位 岩豹爆发了 域外那些敌人肯定不会安心 让我们消化岩豹的收获 我们马上出发 守护熔岩秘境 是 听说帆子的魂都灭了 不知道凶手 是不是和域外敌人有关 帆子魂都灭的时候 岩豹还没有发生 他要么被妖兽杀了 要么被自己人害死了 这也怪不得别人 谁让他胆大包天 竟敢违背宗门规定 偷偷潜入蜜镜 死了也是活该 我刚刚感觉到 江鱼儿拿出了如意算盘 不知道是不是也遇到了麻烦 我知道了 快点进蜜镜吧 没想到 竟然能让我赶上眼吧 这下我突破到 金丹镜之上的磨磨 就更足了 赵星辰 我就知道你不会错过 这次如颜密境开启的 这一次 我定要让你身败能力 让所有人 都看清你的真命 圣主 和大师兄说过很多次了 不必这么多礼 叫我师妹即可 没想到 大师兄来得比我还快 礼法不可非 对 涉及到盐报 我正好在域外战场的边缘 就马上回来了 我估计域外的那些敌人 最多半天时间 都会杀过来 这么快 那我们就利用这半天时间 提升大家实力吧 参见圣主 所有二阶弟子听着 外敌马上就到 尔等必须尽快提升实力 谁若能借助此次盐报爆发 成就金丹之神 我便直接任其为长老 是 太好了 我们太幸运了 好了 广场上散步的能量有限 朱卫平实力寻找作词 抓紧修炼吧 好 黄龙师兄二阶榜第一 看来我是没办法 和他抢最好的 那个熔岩金连位了 普通座位也不错 你看那些 没有上二阶榜的二阶弟子 都自发的 向广场外面走去 没错 我们已经算走运了 抓紧吧 这机会千年不遇啊 能不能成就金丹 就看这一把了 核心中怎么会出现那么多的传送阵 这次修炼机缘前所未有 一定是宗门将精英都传送过来了 什么 宗门的精英可都是二阶弟子 他们若是都过来 那还有我们分享修炼资源的份啊 怕个毛线 你忘了 我们现在也都是助击戏 你大师兄我更是助击无敌 对付那些二阶弟子 还不是手道起来 前面就是熔岩秘境的修炼广场了 只要进去就能修炼 男孩等什么 怎么跟你进去啊 胖子你等等 滚 普通的一阶弟子也敢来想修炼位置 不知天高地厚 大 大师兄 这些人太猖狂了 一言不合就打我啊 我看是你太没礼貌了 你看我是怎么进去的 没完没了了是吧 这地方是你们这个卑贱的一阶弟子 能来的吗 大师兄刚来也不留嘛 该死的 看来他们根本不允许我们在这里修炼呢 大师兄 现在怎么办 我还真就不信了 这次要是还不好好和我说话 可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两位 我 哪敢来 真是不长记性 还来 你们以为小人是平是 是吧 是 是吧 说说吧 师弟 这次座位次序都是按照实力划分的 而且修炼时间紧迫 所以我们刚刚才急着赶您走 怕您影响我们吸收盐爆能量 是啊是啊 这是圣主定下的规矩 可不关我们的事儿 而且刚刚师弟已经证明了实力 你在这里修炼 我们完全没意见了 师弟啊 那里可不是随便能去的地方 我都已经进入住基镜三年了 还没资格呢 是啊 能留在广场上的 都是进入了二阶房的人 实力都在助基器七重以上 我劝师弟还是谨慎一些 别去招惹他们 既然是偏实力 那就好办了 所有来吧 没有人敢阻拦你们 大师兄 我知道你实力很强 一两个助基器弟子打不过你 但一会儿若是犯了重怒 咱们 咱们能挡得住啊 安心了 今天有我在 咱们三个必须做广场最好最牛的位置 我们两时相当不信 咱们到了 如此清楚的能量怪术 难怪小胖子说 这次的机缘非同寻常 大师兄 我们怎么办 这些兄弟弟子好像都很强啊 不用怕 跟着我 我们直接去最核心的那三个位子 这 大师兄 这些人都是助基七重以上 他们若是同时出手 恐怕不好搞啊 大师兄 他们这些人并没有阻止我们进来 我们要不就在这儿外围修炼吧 免得招惹不必要的麻烦 这些人之所以没对我们出手 是因为我们没有影响到他们修炼 如果我们坐在他们旁边 会分润走他们的明亮 减慢他们的修炼速度 他们肯定会出手 你们看那些人 他们似乎也在寻找机会 你们放心 既然你们跟了我 这几千年一遇的机缘 我必须让你们享受最好的 走吧 带四个江鱼 能想到命这么大 不过也好 今天 我会让你生不如死 哎 你看那三个人 居然去了熔烟金领位 金银铜这三个位子 但是就算是在平时 修炼都是事半功倍 如今借助颜报 更是一日千里 那三人都是有希望 晋级金丹的 居然有人敢抢 那三位的位置 看川主 这三个家伙好像只是出界弟子啊 哼 不知天高地厚 等着瞧吧 一定有他们好受的 大师兄 我有点担心 放心吧 三位师兄 你看 你们都霸占这最好的位置许久了 我和我的朋友 也想在这里修炼 能不能麻烦绕一下 小菜 把这三个废物扔出去 我不想耽误时间 是 小子 听到我家公子的话了吗 你是想竖着出去 还是想横着出去 选个死法吧 抱歉 我还没打算出去 触旗无敌的事情 还是我抱了一会儿的好 请 先用手离对付这些家伙 赵太果然出来了 传闻之赵太 是当年凤龙大师兄 在狱外战场说的奴仆 实力 早已是助击巅峰了 我严重怀疑这三个家伙 是欲外敌人派来的 故意影响凤龙大师兄 不让他及时突破的 说的也是 哪个脑子正常的人 会去招惹凤龙大师兄啊 我死 本身 和我来这一套可没用 这是什么招式啊 竟然有助击巅峰的威力 我看那小子明明只是助击 出击的实力啊 难道这小子是在伴中吃老虎 你 你竟然也是助击巅峰强者 什么 这人不是一阶弟子的大师兄 江鱼二吗 他只是一个一阶弟子 怎么可能是助击巅峰 这也太夸张了吧 自从我们城里以来 我还从未听说过 有哪个一阶弟子 就未能够达到助击巅峰的 圣主 如今阵风巅峰爆发 域外敌人随时都可能冲过来抢夺 当务之急 应该让二阶弟子 尽快吸收巅峰能量 以期能够产生金丹镜的强者 可不能让一阶弟子过来捣乱哪 你眼睛瞎了 没看到刚刚江鱼二 与那个赵太打得不相上下 显然 江鱼二也已经是助击巅峰了 没错 我徒二既是助击巅峰强者 也有机会突破到金丹镜 他有资格在这里争夺金莲席位 你吗 你吗 打电 该死的 帆子也不知道哪儿去了 没有他的支持 我对上许月和联合 多目难知啊 好了 不要吵 江鱼二有资格争夺金莲席位 不过 另外两人不可以 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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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 you have to be careful six OC clones are for nothing colorful the clone of what dynasty exploded into fireworks you? how can you still release such powerful energy? haha, yee hee now, you know why my move is called wanzi jianhong, right? it'll just hit you in the face colorful how is this possible? jian you are actually defeated jiao tan it's incredible shocked my whole family i didn't expect you to be able to defeat my slave it surprised me a bit i want more than just surprising you what i want is location interesting since you defeated jiao tai then i'll give you a chance to challenge me in order not to let others say that i bully the small ones within ten moves if you could touch my kick even if you win senior brother fenglong finally took action this jiao yu is too ignorant of the heights of the sky how dare you provoke senior brother fenglong he does not know has senior brother fenglong never suffered a defeat in the holy land? he thought he could beat the peak form of foundation building that's invincible hum, there are strong and weak levels at the peak of foundation building boy, i am afraid you don't know even the peak level of foundation building is divided into many types unfortunately i'm the most powerful one haha, what a coincidence i'm the one who helped him become invincible i don't know that my foundation building ability is invincible i'm the most powerful against you, jishui who will win in the end? let's wait and see i don't want to waste my training time dragon slaying it's actually phoenix dragon slash legend has it that this was when he entered the peak of juzai suddenly i dreamed of the messenger he also relies on this trick in juzai's surname invincible this fenglong uses special moves whenever he takes action even if jiao yu doesn't die i'm afraid i'm going to have to peel off my skin too the competition is not over yet it's still unclear who would win how long have we not seen this time even the little fish can fight fenglong head on i really can't see through him more and more colorful ah so many grenades can't stop him poor water drops it's raining huh you can break a phoenix dragon out of me you do have impressive capital but unfortunately i was the one who won in the end what a pity what i just did was just testing you you really thought you were invincible what big brother great shangji is fine pay attention i need to be serious crazy guy even if you are not dead but you just stabbed me since fenglong is the mother of strong crossbows there's no need to punish him anymore i how can it be so amazing this is a sneak attack so fast young man you're too ungrateful this is a sneak attack didn't you say that you assisted the peak invincible why are you still afraid of a sneak attack sharp teeth and sharp mouth let's see how you resist my phoenix dragon slash hum what rubbish phoenix dragon slash today i will show you what is foundation building invincibility give me a break don't even think about running away done perfect i go that's okay too what else can i give you now i want to practice on this golden lotus seed do you have any opinions haha no objection at worst i'll do ginza the man on the bronze throne is capable of bending and stretching hee hee gold silver and copper three seats give me and kinka zero flash wings what a little fish you don't bully others too much i have given up the guard to you what did you say you gave me the guard um no it's not given to you you earned it through your own ability but your two friends obviously don't have the strength to take on this role you can't say who has no strength they know my awesome friends this is their strength have the ability you also want to find a friend who is as powerful as me come and stand up for you g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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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nior brother feng has become so humble who says it's not you too haha go away okay okay let's go right away wait a minute see the holy lord holy lord master haha master why are you here why didn't you tell me in advance that you were coming i'd better be prepared you see i haven't washed my face for several days didn't shave either see you with such a sloppy appearance it's so rude master i miss you so much boldly catch the fish holy lord is here you didn't bow to the holy lord first but first meet your master simply disrespectful i'm out here when the door was beaten i haven't seen the holy lord step ahead of my master either rescue me this is the time to talk to me about dignity and inferiority my brother host is right lin shangyi and i should stop arguing that's right senior brother we appreciate your kindness but for the sect it's really a waste for the two of us to sit here since you don't sit down i won't sit down either hey boy count you lucky the seat is returned to you let's just find a place what let's go big brother there's no need for you to waste this opportunity for us yes senior brother don't be ashamed jang yuer you have to think carefully this opportunity is once in a lifetime if you miss it you will miss it forever stop pretending to be a charity when you talk to me you didn't give me this seat i punched him out too lazy to talk to you guys the guy who doesn't eat the fireworks of the world just talks and walks away but you you hi don't worry both of you i fought for that seat just for you too actually that thing is of no use to me i just thought of another way what we gained this time there will definitely be no fewer people than those sitting on the golden lotus so that's it um the strength is very strong it's a pity that i have no brain wait until i break through the golden elixir it depends on you how dare you shout in front of me what the hell is this river fish doing the last piece of me just gave up not his character i don't know what bat water this guy is holding back i kind of understand the three of us gathered in a circle is that so senior brother hey hey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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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 move again is this true senior brother go back quickly are there such big differences between men and women when i was on the verge of death again i want to use this thing but it didn't work later but i found this thing can change the world affect the flow of spiritual energy ring for a while us good what why did the energy disappear what the hell you gave him that thing that thing just comes with some messy formations can communicate remotely the purpose i gave him i just want him to notify us when he dies i didn't expect that he could come up with such a wonderful idea oops i spilled the beans senior brother this energy is so pure no need for refining at all can be inhaled directly into the body thank you senior brother according to this cultivation speed i estimate that i will be able to break through to the golden core realm soon okay then just concentrate on practicing strive to break through the golden damn it these three people he actually took away all the opportunities from all his disciples no i am an elder absolutely no such thing is allowed to happen joe ya do you dare to stop humph you two are trash one is a waste that won't grow up a person who has just been able to make alchemy has not yet reached his peak can you stop me immortal poe i don't know if you dare what you do you dare to explode your golden elixir and dare to ruin my disciples opportunity i will die together i shenzhou look at them no one can disturb the three of them but zhang yu is the most promising one to break through the golden elixir if he can break through the golden elixir as we face the coming invasion more chances of winning and he has the ability to gather the energy of salt blasts i read it is not impossible for kin ka and lin shanyi to break through the golden elixir how is this possible even feng long doesn't dare to say that he is one hundred percent lin shanyi is about to break through i didn't expect to be the first to break through it turned out to be the most disliked lin shanyi oh i'm envious if only i had a teammate as powerful as zhang yuer enough ah i had a chance to hang out with zhang yuer who would have thought that i was on the wrong team helped mu cheng as a result the product hasn't appeared yet i guess he died i hate it i didn't expect you to break through it seems that your grievances over the years have not been in vain no way kin ka a damn fat guy can also break through to the golden elixir oh my god where is the reasoning this damn fat guy is really lucky you followed the right brother by the way why hasn't this big brother made a breakthrough yet um how did i absorb so much energy no feeling at all the body is like a bottomless pit feeling like my body is being hollowed out this is too embarrassing wait my last breakthrough wasn't based on cultivation it relies on the magic weapon of feng bing ju could it be that every time i level up do they all require special magic weapons isn't this zhang yuer a loser after absorbing so much energy there is still no breakthrough you might as well give me all your energy keep your voice down linshani and kin ka are both in the golden core realm now status comparable to elders be careful they deal with you although zhang yuer has never made a breakthrough but he relies on his own ability let linshani and kin ka not have the best position can also break through in comparison this so-called genius using the best position but not making a breakthrough this is really a huge irony what happened what's going on not good someone has opened up the original holy land in the space-time channel of foreign battlefields what what is this arranged by big brother over the years the seven golden elixir masters i trained on foreign battlefields it finally comes in handy today just grab the lava beads i am very likely to break through the golden elixir break the shackles of this world here we are is this the original holy land we below are here for the lava beads snort it seems there aren't enough of you only seven golden elixirs dare to invade our holy land in the early yuan dynasty it's just a matter of life and death haha obviously you don't have enough people right brother chow what i've been waiting for this day for hundreds of years senior brother you have betrayed god it's you big brother didn't it mean that i was the only woman beside him fancy first now here comes another lobi by now i won't hide it anymore back then the third elder yen fei and the fifth elder yu xiao were behind the scenes rebellion is actually all the purpose of putting this blame on me is to get the ice blocking b what a pity i did not expect yen fei actually hid the ice bead in his disciples body unexpectedly it's all you you do you know you are the person our sisters trust most don't be naive junior sister trust cannot be eaten as food we are all bound by this world everyone's cultivation is trapped at the peak of the golden core if you want to break through you must find external forces so i have to get ice beads or lava beads even if the cost is to sacrifice the people closest to me am i your victim too lao liu senior brother has always been sincere to you then tell me who he is his name is huo yan she is also my woman you said you only have me don't be stupid junior sister six senior brother is a man which man only has one woman by his side don't worry i won't treat you badly wait until you get the lava beads i'll let you get married then ranked after huo yan it can also be considered as a status for you you are shameless kill the stinky woman first tangxi if you want to enter my jiao family's door you must abide by the rules of my xiao family huo yan is the eldest lady how can i allow you to insult you at will zhao zhengkan i guess i misjudged you let you die badly crazy woman is unreasonable you go and teach him a lesson clear zhenjia aid the victorious listen i'll give you two choices now either surrender to my husband either die we have a third way let you die let you die i also join and us how many of you together it's just six golden elixirs and on our side in addition i have a total of eight golden elixir experts what's more huo yan and i are both at the pinnacle of jinden and among you only lo has reached this level zhou yiwa is even more of a little lolita united just recovered zhou ya is crazy as for the two new golden elixirs not even worth mentioning i advise you to surrender as soon as possible for the sake of my former classmates i can take you all into account be my concubine junior sister zoo you actually know it in your heart my love for you over the years is the most true hung disgusting i have pity in my heart for you i hope you can take the initiative to give up resistance although you were once a golden elixir radical but now i can't stand a war not always i'm so embarrassed this time i don't think peony can be upgraded at all it must be fused with a magic weapon like the eye sealing bead but i have already used the eye sealing beads once it doesn't seem to work now this is how to do little fish master i i'm practicing are you going to kiss me this this thousands of miles oh come on haha so cool it's over hit by rain or shine xinlong's physical energy surged by 10 million hahaha this is so cool right hahaha what to look at everyone hurry up and practice for me didn't you see the intruders coming yes yes it seems that master is not strong enough i have to find a way to improve my strength as soon as possible to help but i don't have any magic weapons with me now ah that's too late a dead horse is a living horse i don't know about this wishful thinking given by foreigners can you help me upgrade system talents copying consumes one million chinlong energy points i want to copy the entire abacus why did i spend one million chinlong energy a small bead appeared what is this little bead this seems to be a bead on an abacus one million can only copy a small bead on the abacus this abacus is not simple fat man flashes big brother hurry up and run away there are too many golden elixir masters on the other side we can't stop it you help me protect the law i will break through to the golden elixir immediately senior brother even if you break through it will be of no use yes the opponent has eight golden elixir masters and two of them are extreme it's better to run away while you have time now 三豪将老 i will go i will go this is誰 this 好 希望你别让我失望了 不要再挣扎了 谁都救不了你们 七妹 你的对手 是我们 该死 死吧 你这 结束了吗 是你 三姐 霍言 霍言 三妹竟然回来了 霍言你没事吧 王妃 那个女人 抛喜了 三妹 这么多年来 我们冤枉你了 没关系 你们把闪意照顾得很好 我不怨你 我隐藏身份这么多年 就是等今天 亲手灭了赵星辰 这一对狗男女 如果不是女人 我也用不着隐姓埋名 几十年 我的祖儿 也不至于被人 一直如此鄙夷嘲笑 你竟敢烧我夫人 今天我必斩你 斩你 就看看谁斩谁吧 金丹极净 我们现在有两个金丹极净 对方的霍言废了 现在我们占据优势了 那还等什么 离我们做妻 把他们全都灭了 变我是我的重点 你也不是我的对手 他们金丹强者为我们做 你们赶快下去 对付那些普通人 尤其是那个叫江鱼儿呢 不要让他突破 好 不好 我去保护小鱼 这金丹金丹这么难搞 我肚子好疼 好像要拉了 大师兄好像正在结丹 好像要成功啊 怎么办 不好 快挡住 不好 大师兄小心 大师兄 快躲开 来不及了 心上无头 小鱼 你放心 你失财 谁也伤不了你 连师父都来保护我了 可起吗 不乐观呢 得抓紧 许悦 你虽然恢复了一些实力 但远未到巅峰 我们三人都不弱于你 你拿什么保护那小子 拿命 我犯过誓 不会再让我任何一个徒弟死去 哼 我倒要看看 是你的命硬 还是我的拳头硬 一起出手灭了它 杀呀 小鱼 我打不过它 但却能抵挡住它们 师父走了 我为师父好好活下去 他有自爆 快逃 晚了 来不及了 七妹 老七 许悦 这就是你的选择嘛 不 师父 快停止自爆 你成功了 别过来 我伤到你 师父 是不肯逆的 我不信 系统天赋 你不信 我 真是死了吗 这样也好 只要小鱼儿能活下来就行 师父 绝对不会让你死的 小鱼儿 佳朗能量飞速消耗中 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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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不了那么多了 拼尽全力 要把师父的金丹 给我复制下来 成功了 成功了 这啥情况 我去 小鱼 这是宿命吗 是 什么宿命 我感觉到了自己金丹和你的联系 也感觉到了你身体对我的吸引 是 是 是这样吗 我不想抗拒宿命 所以 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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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测到宿主擎龙能量在疯狂上长 以超过身体承受即兴 躯 岐师妹 这是定数吗 我原出圣帝所有排名单数的师兄妹 都要死 在成为强者的路上 总归有人要牺牲 要么是你们死 要么是我死 是时候了 开启大规须千尹针法 来了 不好 他们想要利用千蚓之力 将熔岩珠从阴家中吸出来 我去送着他们 我们也去 没用的 你们金丹镜的人已经不够了 没办法突破大规须千蚓阵法 完了 熔岩珠被吸出来了 我终于得到熔岩珠 我终于能够突破金丹镜最后的臂障 打破这片天地的束缚了 你高兴得太早了吧 七妹 大师兄 小鱼你好歹 也先给我找件像样的衣服啊 事出紧急 我没带那么多衣服 师父 你的金丹刚恢复 还不稳定 先在这里休息吧 你还叫我师父 那以后我就叫你月儿可以吗 好 月儿 在这等我 我先去解决了赵星辰 好 你要小心 金丹镜和七长老这是 啊 他们俩 老七 都被你们看见了 羞死人了 傻 什么情况 一分钟两分钟 大师兄玩手的速度有点快啊 不过毕竟第一次吧 也可以理解 我啥都没说 真没想到 许悦最终竟然便宜了你这个小废 你马上就会知道 谁才是真正的废物了 好 这么年轻就能够突破到金丹镜 你的确算是有两把刷子 不过也仅此而已了 你连突破大阵触碰到我的资格都没有 那你就瞪大狗眼看好了吧 我就说你不行 什么 这大阵防护罩连金丹极镜都破不开 你居然一拳就能砸碎 这怎么可能 因为我要打砸碎嘛 所以自然一拳就砸碎咯 不好 他也绝能打开大阵触牵引阵的防护上 我绝对挡不住 星辰 你快去融合熔岩珠 我带人挡住他 好 江鱼儿 就算你再厉害 也不可能片刻间摆脱我等 只要我们坚持到星辰成功融合熔岩珠 到时就是你的死 好强 什么 只剩一个了 不 星辰 救我 救我 我之后一定会杀了江鱼儿给你报仇的 什么 赵星辰 赵星辰 我诅咒你 不得好死 融合熔岩珠 你是我的了 不好 赵星辰要得到融合熔岩珠了 可恶 我们没有力量去阻止他 现在怎么办 我吸收了融合熔岩珠头脱 香鱼儿 你们全都要死 不好意思 融岩珠是我的 你是谁 我怎么从来没有见过你 我只是一个不亲眼的无名小狐 那女人好快的速度 难道也是金丹极尽 我原出圣地 什么时候出了这么一号人物 她使用的是帆子的雷镖 难道她杀死了帆子 她是 凌宇 当初在收小鱼为图的时候 我遇到过这个女人 只是没想到 她心机竟然如此深沉 隐藏得这么深 走 我们去见见我们的大师兄 洛师妹 我错了 救 救救我 救你 我送你上路还差不多 这一拳 是因为你无耻陷害我 这一脚 是因为你背叛圣帝 这一巴掌 是因为你一直恶心地介意我 赵师兄 赵师妹 你来救我了吗 我就知道 你是最爱我的 从今以后 你就是 大夫人 从今以后 我们就是姐妹了 姐妹 我这就帮你 断子绝孙 终于结束了 我不甘心啊 融合吞噬 不好 铃鱼在融合熔岩珠 她想学习赵星辰 依靠熔岩珠突破金蛋寂静 打破这片天地的稚固 小鱼 快打断铃鱼 不能让她融合熔岩珠 好 你们帮我拦住江鱼儿片刻 待我突破金蛋寂静之后 才能飞升上界 什么 江鱼儿很厉害啊 我不想永远跨在这片世界 屁吧 赵星辰和霍岩已经死了 我们只能追随这个女人了 江鱼儿 给我站住 敢拦我 找死 小鱼儿 我滚 他太强了 凌鱼 今天我们就算算总账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感谢观看